傅金安也只是愣了一下,冷嗖嗖的 自己去领阀 回头看愣在床上的洛冉,眉头轻皱 你试试 四目相对,洛冉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环顾屋子一圈,被刻意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一点点浮出水面 十五岁那年,他刚刚从江南回到京城 元宵节那日跟府中的堂姐妹们相约出来逛花灯 却被人迷晕了,扔进钩篮之地 虽然及时被救出,但总归是坏了名声 哪怕他后来嫁入靖国公府,也摆脱不掉一辈子的污名 以至成亲多年,夫君也不肯碰他一下 直到那一日,他刚刚伺候完瘫痪在床的靖国公府的老夫人 身上还沾着难闻的排泄物,脸上旧伤未遇,又添欣赏他的夫君 如今的靖国公却嫌弃地站在几米远外的地方 看也没看他一眼,直接递给他一封修书 转眼见,是他疼爱的二堂妹,挺着高高隆起的小妇告诉他 姐姐,你占了六年的世子夫人和国公夫人的位置 如今,也该还给我了 姐夫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我 他从未喜欢过你 一眨眼,好像又到了一处广袤无垠的草原 父亲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 周围是一群恶狼还在撕咬 耳边还是二堂妹的声音 姐姐,大伯父反正也没有儿子 不如早点死了,把爵位传给郡啊 也算是成全了我们一家了 而你们一家人嘛,也好在阴曹地府团聚 洛然不明白,自己一生都在妥协 却为何还落得这样的下场 大人,时辰差不多了 长颖见里面久没有动静 只好再次提醒 傅金安披上衣衫 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开 洛然恍然间被这句话点醒 看着面前陌生中带着一点熟悉的人 顾不得浑身酸疼,一把抓住男人的衣袖 不要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重生 又为何与上一世不一样 只知道自己这样被扔下 还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 我 我 我求你 洛然颤抖着声音道 没错 这人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指挥使 傅金安 也是他上一世夫君的兄长 只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 两人还 傅金安漆黑的眸子里一片冰冷 与刚刚在床上判若两人 他看了一眼抓着自己衣摆的手 轻轻挥了一下衣袖,甩开 别人吓我好不好 洛然祈求道 傅金安微不可查地哼了一声 又想没哼 迈着慵懒的步子离开 眼看着男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门口 洛然随手抓起散落一地的衣裳 裹在身上追了出去 出来时 马车已经动了 他只能跟在后面拼命地跑 长颖回头同情地看了一眼 那个亮相的身影 迟疑地开口 大人 如果侯爷知道我 马车里没有动静 长颖识趣地闭上了嘴 出来的急 洛然甚至都没时间穿好鞋子 只能半个脚掌裸露在外 娇嫩的狱卒血肉模糊 幸好 马车终于在一处路口停下 大人 直走是去往冠军侯府 右转是回靖国公府 傅金安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这洛然也追了上来 也看到了分叉的路口 一时有些紧张 大人 马车里仍然没有动静 洛然求救地看向长颖 可是大人不发话 长颖也不敢说什么呀 洛然深吸了口气 您放心 今晚的事情 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只是 只是你能不能 送我回家 说到最后 声音低若文盈 实在是他上一世 就知道这人有多么冷血 哪怕是身为傅家长子 同住在靖国公府 傅家的人想见他一面 也是不容易的 更不要说求他做什么了 里面仍没有声音 洛然闭上眼睛 双手死死握成全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可以答应大人一件事 无论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同意 傅金安似乎对这句话 很感兴趣 那你说说吧 为什么非要让本官 送你回去 洛然抬头看了他一眼 深邃的毛子 仿佛能看到人的心里去 不自觉地将心里话 说了出来 我 我想让您帮我作证 我 我不想坏了名声 马车里传来似乎很是愉悦的笑声 傅金安的目光毫不掩饰地将洛然从头打亮到尾 莫了停在某处 掌心向上须须握了一下 说了句意味不明的话 大小刚刚好 长颖不明白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诺然却从傅金安的眼神中读懂了些许 双倍 傅金安朝长颖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懒懒地靠在软榻上 闭目养神 长颖心中苦涩 却又有些庆幸 幸好只是双倍惩罚而不是将他赶出锦衣卫 先是不小心让大人中了媚毒 找个人解毒还找到了冠军侯府的头上 他犯的错足以小面不保了 但长颖还不忘安慰一旁脸色下的惨白的洛然 洛姑娘 您放心 大人同意送您回去了 车子又缓缓动了 洛然一喜 提着宽大的衣摆继续小跑着跟在后面 心里却不敢放松 脑子里将前一世的事情快速过了一遍 马车终于在冠军侯府门前停下来 恰好正要出门的洛德运出来 看着眼前熟悉的马车上前询问 本来是指挥室大人哪 深夜来府 请问有什么事吗 虽然洛夫两家有婚约 但洛德运也隐约听说 这位指挥室大人与靖国公府关系并不融洽 便刻意保持距离 又因黑天 他一时没看见跟在马车后面那个娇小的身影 时隔六年 再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洛然激动地留下几行热泪 傅金安没有下马车 只掀开车帘懒洋洋的 欧夜 别来无恙 年轻人气质冰冷 眼神乖利 年纪轻轻地就已坐上锦衣卫指挥室的位置 只是在朝中的名上一向不好 洛德运不想与其有过多交集 傅大人若无及时 本侯改日再登门赔罪 现在我 大哥 李氏忽然从里面出来 看了一眼马车 虽然看不清里面的人 但堂堂指挥使大人的马车 惊中无人不识 故意压低了声音 大哥 傅大人这么晚过来 是不是知道人 闭嘴 助手将这十余载 令窝寇闻风丧胆的冠军侯 只这么一鹤 李氏顿时白了脸 剩下的话噎在喉咙里 不上不下 可眼神却一直躲闪地看着傅金安 让所有人都知 他此时心虚 洛德文见妻子 被当众呵斥 有些不悦 大哥 佩云也是担心执虐 话刚说到一半 也被大哥害人的眼神吓住 骆然冷笑 果然是二叔一家 上一世 他嫁进傅家后 忍辱偷生 就是怕给英明赫赫的父亲抹黑 却没想到 父亲比自己还先走一步 再想想他死前 骆如雪的话 父亲只有他一个女儿 他跟父亲一死 二叔的儿子 习了父亲的爵位 骆如雪也如愿坐上 靖国公府世子夫人之位 难怪他死之前 骆如雪敢顶着大肚子 跟他说那些话 因为骆如雪笃定 他不可能活着走出 靖国公府 骆然几步上前 这倒然而什么 二婶 李氏一脸惊讶 脱口而出 你怎么在这里 不然呢 我应该在哪 李氏缓过神 盲肝笑两声 看了一眼马车 吞吞吐吐吐 二婶听说 你被人 被人 哎呀 洛德韵 露得运眉头紧皱 拉着女儿到身边 然儿 你怎么样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等洛然回话 李氏强过话 悲欺道 哎 然儿啊 他们都说你被胆人劫持了 这 这可怎么办呢 这好好的女儿家 千万就这么 洛德韵气的脸都黑了 姐姐 姐姐 李氏这边还在垂头抹泪 又一道欠力的身影 从府中跑出来 上前死死抓着洛然的胳膊 姐姐 他们都说 你被胆人抓到遗传院里面去了 是不是真的呀 哎呀 那 有没有人对你 对你 都闭嘴 我说八道什么 洛德韵气的就差拔出腰间的剑了 李氏抹了一把眼泪 伤心的 哎呦 大哥 定没知道你心疼染儿 可是 可是你看看哪 这染儿身上还穿着男人的衣裳 这 这 哎呀 这怎么跟傅家敲戴呀 这 哎呦 靖国公有两个嫡子 长子便是眼前这位赫赫有名的指挥使大人 其母亲在生产时难产 不幸离世 靖国公再娶 四子 也就是如今的靖国公府世子 是现在的靖国公夫人所生 因为早年 洛老太爷与老靖国公关系好 定下了儿女亲事 洛染便是未来的靖国公府世子夫人 所以 洛染急急后 便跟着父亲回京 两家婚妻 一定在明年三月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谁知 这才刚回京 就发生这种事 眼看着李氏母女的戏 是越唱越大 将府中的下人们都吸引了过来 洛染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但觉得差不多了 刚要上前 只听马车内忽然传出一道懒懒的声音 侯爷 下官不知 你府中竟还养了戏子 只是这畅枪 丢到怡春院恐怕都没人要吧 见有人出面 洛染暂时闭上了嘴 从小就被宠坏了的洛如雪 仗着家中长辈纵容 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洛如雪扭动纤细的腰枝 鸟鸟地朝马车失了个礼 副大人 今日 多谢您将我姐姐 从怡春院里面救出来 要不然 想把洛染被人玷污的事情做实 等了半晌 马车里也没有回应 被冷落的洛如雪 脸色有些不好看 刚要开口 只见长影上前一步 侯爷 今日我等奉皇社之命 捉拿罪犯 但罪犯狡猾 化作女装躲击翡翠阁 为了不打草惊蛇 引出罪犯 副大人只好寻求 恰巧路过的令千金帮忙 因为事出紧急 并没有跟侯爷打招呼 请侯爷海涵 什么 那姐姐身上的衣裳怎么回事 罪犯狡猾 故意打发了茶水 我们大人担心洛姑娘身体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选了这件 罗如雪还是不愿放过今天这次机会 一着急 语气有些像是质问 当真 话一出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短暂安静过后 马车里又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锦衣卫办事 连皇上都没质疑过 长影 是 长影上前 在众人都没看清她是怎么动手的时候 洛如雪的尖叫声已划破云霄 长影后退一步 诞生的 洛姑娘 念在你室出饭 在下只用了一成功力 下次再污蔑锦衣卫 我可就不客气了 整个侯府门前都充斥着洛如雪尖锐的叫声 被锦衣卫惩罚 洛如雪就算再不甘心也不敢说什么 她现在只担心自己的脸 万一容貌被毁 是子爷那边 洛如雪不敢多想 慌乱跑回府里 嚷嚷着叫大夫 傅金安看着洛冉 嘴角勾出一抹笑容 洛冉心一跳 就听对方缓缓开口 洛姑娘 在下姓傅 傅金安 可记住了 就连洛德韵也没往别的地方想 只到女儿真的不认得她 而洛冉却知道 这人是在回答她刚刚在怡春院的问题 尽量让自己语气听起来平常 洛冉对着马车行了一礼 今日之事 多谢指挥师大人 洛姑娘不必客气 说起来 应该是本官谢你 放心 本官不会忘记洛姑娘的 后会有期 马车已经离开 门前又安静下来 洛冉几倍寒凉 他不想跟这个人 或者说跟傅家 再扯上任何关系 只是没有他 今日自己 也不能这么轻易地 躲过二婶和二堂妹的纠缠 然而 到底怎么回事 爹爹 您跟我来 回到自己的院子 洛冉挥退了身边伺候之人 屋内只剩下妇女二人 洛冉呼地扯掉宽大的披风 整个人露出来 柔顺的长发披在身前 衣裙有些凌乱 就连那双绣花鞋 也甚是狼狈 洛冉双眼睁大 不敢置信地摇头 然而 你 爹爹 您猜 刚刚在门口 二婶跟二妹 为何那么说 洛德韵是不善争辩 但不代表他傻 相反 能镇守江浙十几年 令倭寇不敢来犯的 堂堂冠军侯 岂能是泛泛之辈啊 正是因为刚刚在门外 他就看出不对劲了 所以才放纵了 傅金安的手下 出手教训洛如雪 只是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 那可是他从小 护着长大的亲弟弟啊 对待弟弟的几个孩子 他更是视如己出 哪怕不能回京 逢年过节的 也是一车车地往回送东西 一个孩子都没落下过 洛冉看着父亲的模样 有些心疼 仗前拉着他粗糙 布满后茧的大手 轻轻地 爹爹 不是所有人 都陪成为亲人的 洛德韵心中有些酸涩 他总以为自己能把女儿 照顾得很好 这么多年 他确实也做到了 只是没想到 他们这才刚回京 就有人按捺不住了 然而 跟爹说说 今晚到底怎么回事 洛冉将今晚的事情 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 当然 他跟内人的事 只字未提 只说自己当时 是被劫匪迷晕了 对方正欲行不轨之事时 傅金安恰巧赶到 救了他一面 他们 他们怎么敢呢 爹爹 女儿跟您说这些 不是为了让您生气的 您放心 这次女儿躲过一起 以后定会小心谨慎 绝不会让他们再害我的 傻孩子 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您放心 爹爹绝不会让你 白白受了委屈 爹爹 他们既然敢这么做 肯定是想好了退路的 别说咱们现在没有证据 就算把人捉到了 他们也会有各种理由洗脱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怎么会呢 爹爹 爹爹当然相信人儿 只是如果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他们会得寸进尺 爹爹 我知道 这事啊 就交给女儿 好不好 爹爹想处理二婶很容易 可这样就断了查出幕后之人的线索 不妨先留着他们 等他查清了二房到底是谁指使的 再处置他们也来得及 好 爹爹相信你 只是你要记住 凡事不肯勉强自己 有需要爹爹的地方 尽管开口 嗯 好 女儿记住了 送走了父亲 整个人终于摊坐在床上 这时 才忽然想起来身边的丫鬟 忙开口换人 一直守在门外的右倾 终于听见小姐换自己 哭着跑进来 抱着洛染哭个不停 小姐 您到底去哪儿了 吓死奴婢了 奴婢今天晚上就应该跟着你 都是奴婢不好 奴婢该死 好了 别哭了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嗯 又轻抹了一把眼泪 看着小姐狼狈的样子 又忍不住哭出来 您还敢说您是好好的 您看看您这 好了 这事你就当不知道 去给我打点热水来 我要沐浴 又轻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 蒙点头转身出去 走到门口 忽然又停下 小姐 香梅呢 怎么没见她跟您回来呀 诺染垂下眸子 眼去眼中的寒意 又轻没敢再问 忙去张乐热水 屋子里安静下来 又轻今年十七岁 比她大两岁 上一世 自己被父老夫人 搓磨的时候 多半都是又轻 挡在自己前面 只是她嫁进傅家没多久 又轻就染上恶疾 早早地去了 至于刚刚 又轻口中的香梅 则是她进京后 祖母年前赏给她的丫鬟 她到现在还没看见香雪 想必是赴金安的缘故 只是不知道 她现在是死是活 洗过澡 又轻又仔细地 给她涂了一遍药膏 这才将被子盖好 哭着安慰 小姐 你别怕 睡一觉 明天就好了 诺染点点头 放心吧 只是看着下人 不疼的 小姐尽是安慰奴婢 怎么能不疼呢 好了 小姐 您赶紧睡吧 奴婢就守在您的身边 哪里也不去 好 然后乖乖地闭上了眼睛 刚刚重生回来 面对与前世 截然不同的局面 骆然以为 自己会睡不着 谁知 曲是累极了 刚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 便沉沉地睡过去 这边安静了 晋国公府西院 却是一片灯火通明 长影见大人 一言不发地 盯着书案上的衣衫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大着胆子道 大人 查清了 那杯酒是曹贵妃宫里的 一个小宫女 端上来的 本来是给太子殿下的 却 却不小心 进了她的口 傅金安唇角微勾 太过巧合就不是巧合了 你先把这事放下 帮我去跟皇上 要一样东西 长影立刻打起精神 是 他就说嘛 被人暗算 大人不可能 就这么放过的 傅金安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挑起一件 粉色绣着梅花的肚兜 慢声道 东西拿到之后 合着这些 一起送到冠军侯府 第二日一早 洛然是被外面的喧闹声 吵醒的 尤卿 小姐 您醒了 要不要喝点水 外面怎么了 没什么 小姐 您是睡好了吗 奴婢 这就让人去厨房 老爷昨天晚上就吩咐了厨房 特意熬了上等的血验 这会儿喝 应该刚刚好 洛然也知道 自己现在身体有些虚弱 也不逞强 又轻见他 不但将燕窝吃得干净 还另外吃了两个水煎包 一碗粥 顿时高兴不已 洛然也不知道 自己今日胃口 怎么这么好 看着干干净净的此碗 笑道 或许是这燕窝好吃呢 不愧是宫里上次的 确实比咱们在江南的要好 可不就是吗 否则怎么会有人一大早上 就盯着小姐这碗燕窝呢 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二小姐吗 不过是脸上伤了那么一丁点 恨不得让全府上下都让着她 有病就去请大夫好了 吃了燕窝就能好不成吗 再说了 想吃自己去买 凭什么要小姐您这份 这是皇上上赐给老爷的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 听着耳边 又轻地叙叙叨叨 骆然苦笑 就连又轻都明白了道理 可笑自己死过一回才想明白 上一世 因为二婶的花言巧语 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洛如雪 就连知道她也喜欢自己的夫君时 自己还大度地张落着 要将她纳进傅家的门 哦 对了小姐 老夫人早上也派人来过 见小姐您还没有醒 就回去了 骆然收起思绪 点点头 嗯 时辰也差不多了 咱们也该去给祖母请安了 想必洛如雪这会儿已经在告状了 果然 洛染刚进冥福院 还没等进屋呢 就听见里面女孩儿委屈不已的声音 祖母 您都不心疼雪儿了 姐姐也不心疼雪儿 今早我想吃燕窝 可是厨房的人说那是给姐姐的 说什么也不让我的丫鬟碰 洛染进来 就看见洛如雪依偎在祖母怀里 祖母一脸的心疼 抱着她心肝宝贝地喊着 李氏见洛染进来 故意拉了一下洛如雪的胳膊 责备道 哎哟 你这孩子 净胡说 你大姐怎么会那么不懂事 跟你争一碗燕窝呢 哎呦 雪儿 你快看哪 你大姐姐这不是来给你送燕窝来了吗 洛老夫人抬起眼帘 看了一眼洛染 虽是不热络 却也没那么冷淡 你过来了 昨晚听你父亲说 你受了惊 可好些了 洛染双膝微躯 行了一礼 多谢祖母关心 现在已无大碍 洛如雪文双 从老夫人怀里坐起来 大姐姐 雪儿一直都是拿你当亲姐姐看的 如果你也喜欢吃燕窝 雪儿 雪儿可以不吃的 说完 拿着帕子 又莺莺哭起来 任谁看了 都以为是洛染这个当姐姐的 一回京 就仗着身份 欺负府中的妹妹 洛染冷眼旁观 不知道自己上一世 脑袋是被门挤了 还是被驴踢了 李氏母女俩这么做作的表现 自己竟然毫无察觉 洛老夫人叹了一口气 没等说话 就见洛染呼地跪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宋慕 是孙女不好 叫你担心了 这时 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 不等丫鬟通报 就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 哎呀 老妹子 不是我说你 这大过年的 你这院子里头 怎么这么安静 声音随着 看清地上跪着的 小小身影 而戛然而止 洛老夫人心中暗叫不好 刚要开口 就见来人脸色一变 刚刚的笑容 退得一干二净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 染儿啊 我的染儿 这是怎么了 快让买祖母看看 是谁呀 谁欺负了我的染儿啊 洛老夫人 晚辈真是不明白 我们染儿到底犯了什么错 大过年的就让她跪在地上 她嫁入沈家之前 就与洛然的母亲 沈轻音时归中密友 嫁人之后 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沈氏去世后 那时候她就想把洛然 接到身边养育 只可惜洛家不放人 洛老夫人一听 气得脸色发白 李氏蒙笑着道 哎呦呦 好姐姐 我们也正纳闷呢 然而一进屋就跪下了 没等问 你们这就来了 我就是故意的 王氏也不是省油的灯 听了李氏的话反问 嘿嘿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啊 我怎么就不信 然而无缘无故的就会下跪啊 你是当然而傻 还是当我们傻呀 洛老夫人皱眉 上前扶起沈老夫人 好了老姐姐 有什么话呀 起来说 又看了一眼洛然 眼含警告 你快说说 你到底因何而跪 否则 你外祖母 可是饶不了 我这个老婆子的 外祖母 舅母 然而没事 然而就是看见你们 还有祖母 太高兴了 说着 西行后退两步 朝着沈老夫人 又磕了三个头 外祖母 然而不孝 回来这么久 也没去看你 还劳您大冬日的过来 然而心里愧疚 好好好 外祖母 知道你的心意了 来 然而 咱们快起来 哎呀 你这孩子呀 外祖母知道 你刚回来不久 又赶上过年 咱们前些日子 那不是都已经见过了吗 也磕过头了 可不行磕起来 没完没了了 啊 好姐姐 你别这样 我和祖母母亲 看了都会心疼的 外祖母 舅母 你们也别怪姐姐 姐姐昨天晚上 话没说完 就被洛然抢过去 妹妹 你也别生气 都怪姐姐不好 昨晚没睡好 今日起得晚了些 不知道你身边的丫鬟 来要燕窝 若是姐姐知道 并是不会喝的 肯定都给妹妹送去 二神 你也别生气 昨日 爹爹是得了许多赏赐 可能都是皇上赏的呀 然而也不敢随意做主 如果二神看上哪一样 可以跟然而说 然而去求爹爹救世 在场的可都是人精啊 几句话就听得明明白白 什么不知道 然而为什么下跪 不就是你们 一个早上燕窝没喝成 一个想要东西吗 对上沈老夫人和王氏 讽刺的眼神 你这孩子 什么燕窝什么赏赐呀 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刚刚然而进来时 你和二妹妹 不是还在跟祖母 好了 洛老夫人打断洛染的话 冷冷地看了李氏一眼 雪儿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亲家都来了 还不让人赏茶 干愣着做什么 是 母亲 李氏虽然不愤 但也不敢违逆老夫人的话 心不甘情不愿地下去了 老姐姐呀 你别听这些孩子瞎胡说 都闹着玩呢 祖母 然而正好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真好 外祖母舅母都在 你们也帮然而拿个主意 看我想的对不对 好呀 然而想干什么 尽管说 如果洛老夫人为难 咱们也不勉强 沈家总归还算是有些用处 总不能让孩子失望就是了 沈老夫人也点头 是啊 然而啊 你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 外祖母在呢 洛染感激地朝两位亲人 行了一礼 这才看着洛老夫人的 祖母 然而也是刚刚听了二婶的话 才有了这个想法 如果孙女哪里说的不对 还请祖母见谅 说吧 二婶生刚提起皇上的赏赐 孙女是这么想的 这么多年 然而都跟着爹爹 生活在江南 对京城很多事情并不了解 但是尽管如此 婚事记已定下 然而 只能拼尽全力 不丢洛神两家的脸面 只是在江南的时候 爹爹念我自小体弱 府中诸事 都是由嬷嬷带管 既已回到京城 然而就该学着管家之事 省得以后 被人耻笑 沈老夫人赞同地点点头 洛老夫人也觉得 她说的并没有错 只是担心洛染话里有话 便没急着开口 洛染于是继续道 母母亲去世的早 这么多年 多亏祖母 父亲才能安心在外面 为朝廷效力 这句话 洛老夫人听得舒服 脸色总算是缓和了一些 然而在江南 偷得清闲许久 都没在祖母跟前进过校 又连累祖母 一大把年纪了 还要操持 眉眉想起 然而便也不能眉 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 嗯 祖母如今年纪大了 虽然有二婶在旁边帮衬 但孙女 却不忍心再给祖母增添麻烦 所以 然而想求祖母 将母亲的嫁妆 交给然而打理 一是能让祖母清闲一些 二来 然而也好学着管家 洛老夫人见她打的是这个主意 彻底松了口气 这是应该的 本来啊 我打算过些日子 等你休息得差不多了再提 既然你先想到了 那一会儿就让杜嬷嬷带着你 清点一下吧 洛老夫人痛快地同意了 正好沈家人也在 做个见证 她乐见其成 多谢祖母体恤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父亲那边 昨晚父亲说 为了锻炼我 特意将她的私产 都交给了我 所以 二婶提到的那些赏赐 就 洛老夫人皱眉 冠军侯府一共有三房 大房和二房 都是洛老夫人亲生 三房是庶出 二老爷洛德文 任国子建计久 从四品 每年俸禄都不够 他打点官场呢 府里上上下下 全都指着洛德运 虽说祖产 加上洛德运的俸禄 足够府中吃用 但皇上的赏赐 那可是占了一大部分 就这么分出去 宫中用度 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洛老夫人有些犹豫 一直没说话的王室 突然惊讶出声 什么 难道洛家老爷的私产 也要充公吗 二老爷也是如此啊 死话一出 洛如雪紧张地看着祖母 二房的私产 当然不能充公了 更何况 二房哪有什么私产呢 他平日穿的戴的 大多数都是大伯得来的赏赐 如果这部分被洛染要去 那他以后出门参加宴请 岂不是要被人笑话死啊 我不同意 洛如雪终于忍不住出声 王室也冷笑一声 老夫人 你们侯府什么时候 轮到一个小姑娘当家了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 这样岂不是伤了情分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呢 怎么 你大伯私产不上交 就是伤情分 那请洛二小姐给我讲讲 你们二房是怎么重感情的 洛染低头偷笑 救母出手 洛如雪算什么呀 果然洛如雪没有理 便眼泪汪汪地看着洛老夫人 洛染轻声道 二妹妹 你这样好像是我舅母 欺负了你一样 长辈说话 小辈本就不应插嘴 若是在别人家 早就长嘴了 是祖母念在你脸上有伤 才不忍心责怪 希望你不要让祖母为难 我 我没有 王室好像才看见 他脸上的伤 惊讶的 哎呀 洛二小姐这脸是怎么弄的呀 可看过太医了 这万一要是落了疤 以后嫁人可是难了 洛老夫人有些不悦 瞪了洛如雪一眼 这里没你什么事 下去吧 洛如雪就算再不甘心 也不敢违逆祖母的话 只好下去找母亲商量 只是还不等洛如雪搬来救兵 洛德运便过来了 给沈老夫人行过礼之后 便一锤定音 母亲 然而说的对 以前儿子在江南 二弟妹帮忙管着大方 谁也说不出什么 现在皇上下旨 命我在京中待命 如果还麻烦二弟妹 传出去也不好听 不如趁此机会 交给冉儿 至于冉儿出嫁以后 还有嬷嬷和管事 事已至此 洛老夫人也不好再坚持 只好点头答应 洛然声称自己不熟悉 正好涉及母亲嫁妆的事 便求着王氏帮忙 王氏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还能拒绝啊 这边 李氏听到消息后 顿时乱了手脚 李氏看着那满屋子的宝贝 不心动才怪呢 现在听说要交出去 李氏忙想方设法补救 同时又想尽办法拖延时间 王氏和洛然心知肚明 也不急 搬来椅子 坐在院子 看着李氏 一会儿接见管事 一会儿又忙着其他的事 等他实在是拖不过去了 才不情不愿地打开库房 幸好缺少的大部分 李氏都用自己的嫁妆填上了 只有小部分对不上 最后 李氏没办法 只好装晕 王氏看着被抬走的李氏 摸着洛然的头 做人不能赶尽啥绝啊 差不多就行了 洛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点头 嗯 然而明白 今日多谢舅母 送走了外祖母和舅母 洛然刚要回自己的院子 就被祖母叫住了 洛老夫人坐在上手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若想要回你母亲的嫁妆 直说便是 我还能拦着你不成 何苦当着外人的面 给自家人难看 难道你忘了自己姓洛 不姓什么 祖母难道就不问问 孙女昨晚遭遇到了什么吗 不是说锦衣未抓人 你帮了个忙吗 如果只是那样 祖母觉得 他们会让我一个弱女子 大晚上了 独自跑了整整一条街 洛老夫人目录惊讶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爹爹没有抓到凶手 说什么都没用 只是昨晚 孙女回府时 恰好遇上了二婶和二妹 他们站在侯府大门外 口口声声说 孙女是被打人捉住 迷晕了 扔进怡春院 哪怕有指挥使大人作证 二妹仍然不信 所以 指挥使大人的手下 才出手教训了二妹妹 洛老夫人皱着眉 昨晚的事情 她倒是听说了 至于洛如雪的脸 他们只告诉自己 是洛如雪不小心 说了锦衣未一句 就被一向残酷霸道的 指挥使大人命人打了 好了 你这么多年没回来 祖母也是念着你的 回头啊 让杜嬷嬷开库房 你看看喜欢什么 尽管选几样 明年就要嫁人了 按下心来学习管家 有什么不懂的 尽管来问我 洛然知道 祖母这是摆明了 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花钱让她闭嘴 同时又拿婚事 威胁她罢了 只是 上辈子 她是清白之身 嫁入傅家 游受到内等对待 这辈子 她却是真正的 唉 再嫁傅家 那不是等于 自己把自己 往死路上逼吗 下一步 要想想怎样 才能把婚事给解除 从宁浮院出来 迎面就碰上了 一位不速之客 洛然站定 目光警惕地 看着对方 长颖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要知道 双倍惩罚 若不是她底子好 早就去跟阎王爷报到了 现在怎么还能来冠军侯府啊 洛姑娘 这是我们大人 让我转交给你的 长颖捧着一个长条漆盒 在洛然三不远的 避坊站定 洛然看了一眼盒子 这是什么 属下不知 属下只是按照大人的吩咐 来给姑娘送来 我不要 你拿走吧 说着便要转身离开 长颖闪身 挡在她面前 洛姑娘 我们大人说 为了避免麻烦 还是请你收下都好 洛然听出来 她话里的威胁 气得手有些抖 右倾 收下 长颖松了一口气 将盒子交到右倾的手上 有些歉意道 洛姑娘 请见谅 不必 以后都不用再见 洛然快步离开 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右倾捧着盒子 有些不知所措 小姐 这 扔了 洛然看也不看 随后拿起母亲的 嫁妆单子 假装再看 右倾点点头 转身要出去 洛然忽然道 等等 右倾站住 看着洛然 放那儿吧 你先出去 右倾将盒子放下 转身出去 同时又将门带上 洛然想了又想 这才起身走到盒子旁 时宜了好一会儿才打开 待看清里面的东西时 脸顿时如火烧板 如果某人现在在跟前 洛然真恨不得上前给他一刀 只见上等的雕花漆盒中 女子的小衣 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里面 下面还有一封信 盒子里面只有一颗褐色的药丸 散发着浓郁的药味 洛然不解 拿着药丸反复看了两遍 又拿起信封 果然 里面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祖猪丸 一开始 洛然还不明白这三个字 是什么意思 但看见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大概是药丸的成分 摄香 藏红花 等等 洛然这才明白 这颗药丸的作用 没有生气 反而有些感谢内人 没再犹豫 就着手边的茶水 将药丸服下 也算避免了日后的麻烦 竟过功夫 长颖站在书房外 大人 东西送到了 嗯 吃了吗 吃了 没有怀疑 还算聪明 只是 说 只是洛姑娘一开始 看见衣裳还生气 哪剪子都剪碎了 傅金安停下笔 看看自己的手掌 只副青年 又放在鼻尖 闻了闻 只有淡淡的墨香 门外的长颖心中同情 若然 好好的一个姑娘 清白就这么没了 如果换做旁人 娶回去也就算了 这可惜她运气不好 遇到的是大人 大人与世子爷是亲兄弟 无论嫁给谁 她今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长颖还在胡思乱想 就听里面又问 那个人呢 招了吗 招了 没两下就招了 只是她知道的并不多 只是按照洛二小姐的吩咐 故意跟人走散了 送去给洛德韵 其余的就不用管 帮她一次 也算是两清了 洛染这边忙完 见天色已经暗下来 便提着石河 去了父亲的书房 刚走进院子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扑鼻而来 大小姐 您来了 洛德韵身边的 小丝青山见她过来 忙行李问安 洛染点点头 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爹爹在忙吗 青山刚要回话 洛德韵阴沉着脸 从里面出来 手上拿着上等的蚕丝帕子 一点点擦拭着手指 上面正沾满了血字 洛染心一紧 忙上前 爹爹 您的手怎么了 洛德韵躲了一下 皱着眉头 别碰 脏 把里面的东西收拾了 记得 扔掉之前跟老夫人 打声招呼 青山硬下 转头进入书房 爹爹 什么东西啊 话洛 洛德韵还没来得及 捂上他的眼睛 就见青山拖死狗一般 从里面拖出了一个人来 哪怕只有一眼 洛染也认出来了 香梅 洛染这才知道 原来香梅真的是落在傅金安的手里 折磨一通之后 他便将人还了回来 同时还有香梅的口供 出于小心 洛德韵自己也重新审问了一遍 与纸上所述并无二样 便出手解决了香梅 又跟洛染解释 无论他受谁指使 被主的东西都留不得 就像你说的 仅凭几句话 你二婶不会成人 不如处理干脚 同时让你祖母知道 省了他以后 因为这个婢女 跟你产生嫌隙 爹爹 谢谢你 谢谢你什么都替女儿 想得那么周到 他不怕祖母跟他生嫌隙 也不在乎二方 他只想让爹爹 这辈子好好的 傻孩子 我是你爹 说什么谢不谢的 爹爹 你给我娶个继母吧 说什么胡话 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 干儿 你 爹爹 您听我说 我没听别人说什么 是我自己想的 他想让爹爹 辛苦一天回来 房里能有个 嘘寒问暖的人 也想让他们 大房后继有人 而不是让爹爹 拼命赠来的爵位 最后便宜了别人 骆德运 欣慰地点点头 好了 爹爹知道了 你现在别想这么多 先安安心心代驾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骆然捶下眉睫 他没说 他这辈子 是不打算嫁人的 尤其是父嫁 自打这日过后 李氏病了 老夫人也病了 骆然帮着三婶 去厨房盯嘱 明日要准备的吃食 又嘱咐嬷嬷们 该注意的事项 觉得没什么落下的了 才转身出来 刚走出没多远 就看见 十几日不见的骆如雪 正站在花园的小路上 明显是在等自己 几日不见 二妹妹的脸 倒是好了许多 骆如雪摸摸自己的脸 轻腻地 晚上落染的胳膊 撒娇地晃着 大姐姐 你好狠的心呢 这么久也不来看看我 雪儿还以为 你不喜欢我了呢 怎么会呢 妹妹这么可爱 有谁会不喜欢妹妹呢 好姐姐 我是来问问 下个月 就是我的吉吉礼了 姐姐 可是要静心啊 妹妹多虑了 祖母和二婶的身体 也好得差不多了 妹妹的吉吉礼 自然有二婶 旁人怎么能放心呢 有母亲再更好 这样姐姐就不用那么累了 既然妹妹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吉吉啊 过年的时候 我看你带的那只红宝石 金钗很好看的 你能不能送我 当吉吉的礼物呀 不能 那是皇上赏赐的 不能随便赠人 可是 之前姐姐不是也将 皇上的赏赐送给我了 为什么这次不行 你也说那是以前啊 以前我年纪小 不懂事 现在长大了 既然妹妹提起 那便将东西都还给我吧 又卿 一会儿你跟着二小姐去一趟 将东西都拿回来吧 别到时候传出去 说妹妹眼皮子前 盯着姐姐的东西不放 洛然转身便要离开 谁知 洛如雪突然从后面扑上来 抓着洛然的手腕不放 眉头眉尾地喊道 姐姐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就不听劝呢 洛然皱眉 只觉自己的手腕 一阵钻心的疼痛 来不及想那么多 本能地挥开 松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接着就听洛如雪尖叫一声 整个人如一只蝴蝶 手臂在空中滑过一抹优美的弧度 然后跌坐在地 不顾身上的狼狈 还痛心地劝说 姐姐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洛然心一跳 果然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她身边掠过 飞奔到洛如雪跟前 雪儿 你怎么样了 快让我看看 雪儿 你流血了 而一旁的洛然 却被那人经过时 不小心撞了一下 若不是腰间 及时出现的那只大手 他早就跌进一旁 满是荆棘的树丛 洛然抬头看了一眼 身旁的男人 见他的手还没拿开 微微皱眉 往旁边让了两步 傅金安将手附在身后 笑着看向他 洛然转过头 看向另外两人 只见洛如雪 故意用自己受伤的那只手 抓着男人的衣袖 紧张地解释 施衡哥哥 姐姐他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怪姐姐 雪儿 你不要替他说话了 走 我带你去看大夫 姐姐 你不要误会 施衡哥哥只是看我受伤了 你要相信他 他是在乎你的 洛然 你不要闹了 你是姐姐 雪儿还小 洛然差点笑出声来 他是姐姐 洛如雪小 洛如雪只比他 小不到两个月好嘛 再说 他傅士衡哪只狗眼 看见自己闹了 自己从始至终 一个字都没说不是吗 反而差点被他 撞进树丛 如果不是旁边这人 今天他不是腰被扎断 就是腿被戳穿 馅菜可倒好 倒打一耙 傅士衡见洛然嘴角 毫不掩饰地讽刺 似乎刚意识到 自己可能过于激动了 耐着性子解释 洛然 你 世子爷 二妹妹 你们请 洛然 你这是什么意思 洛然无辜地眨眨眼 嗯 不明显吗 给你们让路啊 世衡哥哥 你别生我姐姐的气 姐姐 他就只是心情不好 姐姐 你也消消气 我娘病了 祖母也病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他故意说得模棱两可 让人听来都会认为 是洛然气病的 傅士衡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洛然 我没想到你 就是这样的人 洛然突然笑出声 既然他们认定自己是这样的人 如果不做点什么 那岂不是辜负了 只见洛然两个大步上前 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时 扬起手 啪啪两下 洛如雪左右两边脸 瞬间都肿了起来 洛然 你在干什么 傅士衡一把揽过洛如雪在怀里 仿佛看敌人一般看着洛然 洛然轻轻转动发酸的手腕 淡淡地扫了紧紧搂抱在一起的两人 如你所见 我这才叫欺负他 又枪 我们走 哦 对了二妹妹 别忘记把之前 你从我这里借走的手势还回来 否则 我不介意把欺负又妹这条罪名作实 破腹 粗鲁 傅士衡指着洛然的背影 气得有些手抖 洛如雪则躲在他怀里哭泣 哼 一直在一旁看热闹的傅金安 终于忍不住轻笑出声 洛如雪这才想起来 旁边还有人 羞怯地从傅士衡的怀里钻出来 忍住哭朝傅金安行了一礼 民女 见过指挥使大人 我姐姐被嫁人惯坏了 让大人见笑 你把我当成她 洛如雪与傅士衡面露不解 傅金安看了一眼自己这位弟弟 轻痴一声 耳聋眼下的废物 转身扬长而去 半晌 洛如雪才缓过神 轻轻地拽动身旁之人的衣袖 施衡哥哥 傅施衡忙回过神安慰 雪儿妹妹别怕 我带你去看大夫 实在不行 我让侯爷进宫去请太医 你放心 一定不会溜疤的 现在可都好 一想到刚刚那个死丫头说都要回去 她的心就忍不住滴血 回去的路上 又轻气得根本就停不下来 小姐 您早就该这样了 咱们这才来多久啊 二小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真是恶心人 还有那个世子爷 又轻突然止住 世子爷 可是小姐的未来夫君 世子爷不帮着小姐也就算了 还跟二小姐抱得那么紧 我一个丫鬟都看不下去了 更何况 世子爷口口声声都在责怪小姐 小姐 您别伤心 您刚回来不久 世子爷还不了解您 等他 洛冉并不在意 他现在心里想的是 怎么能把这门亲事给退了 思虑间 没注意到又轻的表情 等缓过神时 眼前已经笼下一大片阴影 洛冉后退两步 一脸警惕地看着眼前之人 傅金安双手抱胸 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小腹 要吃了 洛冉不自觉地将双手放在小腹上 眉头紧皱 傅大人 请问你来洛家 有何贵干 傅金安收回视线 华姑娘 刚刚本官帮了你 难道你不应该说声谢谢吗 傅大人下次出门前 记得看好在家的疯狗 别让他出来乱咬人 傅金安挑眉 看着前面窈窕的身姿 转过身 果然见傅世衡 背着洛如雪往这边过来 大哥 你今日怎么这么闲 还有功夫闲逛 锦衣未办事 还轮不到你来指挥 诗衡哥哥 我疼 咱们快走吧 另一边 洛冉已经回到了冥乡院 见又青仍未从震惊中缓过神 他叹了一口气 这种事能瞒过任何人 身边的人总是瞒不过去的 小姐 那 那人是他 对不对 洛冉有些累 想睡一会儿 又青也心疼主子 扶他上床 细心地盖好被子 这才转身出来 刚出来 就见老夫人身边的杜嬷嬷来了 又青嘴角冷笑 笔直地站在廊下 杜嬷嬷健壮 微微一愣 笑着上前 又青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呀 没什么 大小姐累了 我盼有那不长眼的东西 搞了我们小姐清静 特意在此看着点 杜嬷嬷脸色有些难看 又青故意伸脚在地上踢了一下 骂道 哪里来的死虫子 跑到这里来恶心人 杜嬷嬷强忍住怒气 笑呵呵的 又青姑娘 麻烦您进去跟大小姐通报一声 就说世子爷来了 老夫人请她过去 又何 世子爷啊 哪位世子爷啊 请我们家小姐过去干什么 你这丫头 还能有哪位世子爷吗 当然是晋国公府的世子爷 咱们大小姐未来的夫君了 哎呀快去叫人啊 别让世子爷久等了 我们小姐未来的夫君 又青好像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 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敢问杜嬷嬷 哪家小姐未来的夫君 会背着未过门妻子的妹妹 满园子转悠去啊 两个人一口一个哥哥 一口一个妹妹的 要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个人是刚刚成亲的小两口呢 又青姑娘 又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嬷嬷可以去府里随便打听打听 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 难不成还敢不承认吗 做都已经做了 还怕别人说吗 呸 要脸东西 杜嬷嬷见说不过 又没法硬闯 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屋内的洛然 将外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 带人走了 才缓缓下床 招呼右倾为他更衣 好了 别总搭拉着脑袋 放心吧 你们小姐不会那么没用了 去 把披理单子拿好 我们去宁府院 洛德运看着对面的年轻人 有些摸不着头脑 虽说洛妇两家有婚约 但说起来 自打洛老太爷和老靖国公先后离世后 两家就疏远了许多 洛德运原本想着 如果傅家不提起 今年回京后 他也是要主动提起的 只不过他提的话 多半是退亲 靖国公府门槛高 里面关系复杂 更何况傅家还出了眼前这么一个人 虽然传说中 这位指挥使大人 与靖国公府所有人都不甚亲近 但他实在舍不得千交百宠的女儿嫁过去受累 只是没想到 去年母亲一封家书 连带着送去的 还有当年两家交换的定亲之物 洛德运知道 这门亲是想退呀 难 傅大人 今日前来 到底是因何事啊 洛德运见其始终不说话 只好先开口 侯爷不必紧张 皇上不过是听说江浙一带 在侯爷的治理下 窝寇不敢敬返 百姓安居乐业 盛行大运 便拆下官来问问 侯爷可想要什么赏赐吗 为朝廷效力 是本侯应该做的 更何况 皇上已经赏赐过了 实在不敢再贪心 傅金安无所谓地笑了一下 侯爷客气了 皇上赏得 您收着便是 俗话说 雷霆雨露 拒使君恩 难道 侯爷想抗旨不撑 语气陡然一变 洛德运连忙起身 朝着皇宫的方向行礼 微臣不敢 傅金安伸出右手 启嘘地扶了他一下 哎 我也不必当真 下官不过是 开个玩笑而已 落得运垂眸 余光忽然看见 年轻人白皙的手腕上 一排清晰的牙印 牙齿小而长齐 应该是女子所留 傅金安顺着他的视线 看过去 叹了口气 左手轻轻抚上牙印 丑腻地笑笑 让侯爷见笑了 小女子被下官惯坏 竟喜欢咬人 提及闺房之事 她脸上没有丝毫不自在 仿佛只是说 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可落在 落得运的耳中 却忍不住 老脸一红 这年轻人 也太不守规矩 什么话都说 宁福院 洛老夫人 死死地盯着手上的单子 再看看笔直跪在地中间的身影 你 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回祖母的话 孙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请祖母成全 一道身影跑进来 姐姐 姐姐 你不要跟侍恒哥哥退亲 是雪儿不好 雪儿以后不会再见侍恒哥哥了 这辈子都不见了 求求姐姐 姐姐不要生侍恒哥哥的气 侍恒哥哥 你快来哄哄姐姐 姐姐只是太喜欢了 所以才会跟雪儿生气的 傅侍恒看着心疼极了 雪儿 你不必这么委屈自己 我们行得正坐得端 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或许是太过伤心 洛如雪脚下不稳 忽然跌进傅侍恒的怀里 傅侍恒紧紧地揽着她的腰 愤怒地看着地上的人 仿佛是她推了洛如雪 洛染抬起头 讽刺地看向洛老夫人 祖母 您都看见了 李氏这时也过来了 见到屋里的样子 忙到 哎呀 然儿啊 不是二婶说你 你这心眼也太小了 你二妹妹跟侍恒 从小一起长大 轻如兄妹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就是啊 然儿快起来 别气你祖母了 侍恒对雪儿好 不也是重视咱们洛家吗 你何该高兴才是啊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闹起来 没完没了了呢 三夫人曹氏 也跟着李氏附和 诺然冷笑 没等出声 就听身后 响起熟悉的脚步声 我倒不知道 京城里什么时候 有这等规矩 咒着梅看了一眼 仍抱在一起的两个人 上前扶起女儿 古人言 男女七岁不同习 亲兄妹尚且如此 更何况还是 毫无关系的两个人 简直是伤风败俗 傅士恒一见 骆德运进来 慌忙推开怀里的 骆如雪 拱手行礼 骆叔父 骆然看见父亲来 刚要松口气 就见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脸色一白 低下了头 傅金安仿佛 到了自己家一样 进来看也没看 旁边那群人 竟只走到 骆老夫人下手的位置上 坐下 端起手边的茶盏 闻了闻 皱皱眉又放下了 似乎很是嫌弃 见大家都在看自己 这才漫不经心地挥挥手 你们忙你们的 本官不过是奉皇上之命 来探望侯爷 顺便讨杯茶喝 骆老夫人 骆老夫人忙陪着笑脸 原来是金安哪 许久不见 近来还好啊 傅金安勾勾嘴角 仿佛没有听见老夫人的话 反而惊讶地看向地中间 原来二弟也在 你们说你们的 不用管我 说完便不再说话 端起茶盏轻晃 仿佛真的只是来喝茶而已 祖母爷看见了 师姐爷与妹妹 在花园里搂搂抱抱 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如果还坚持这门情事 到时候被耻笑的不只是我 还有整个骆家 骆老夫人又看向傅士恒 师姐爷 这是聘礼单子 麻烦您过目 看看还少什么 这些 一直都是二婶收着 二婶 麻烦您帮着师姐爷清点一下 当初傅家送来聘礼的时候 骆染妇女俩还在回京的途中 老夫人便做主 让她暂时帮忙收着 谁知 前些日子 骆染坚持要回大房的私产 李氏想着 反正骆染明年才嫁入傅家 这些聘礼 她便挪用了一部分 填补上了那些空缺 这时候再退亲 她去哪里弄这些东西呀 然儿 你可不能一时用气呀 雪儿呢 她只是把士恒当哥哥 如果你不高兴 二婶以后 不让雪儿跟士恒来往就是 骆如雪本来听说骆染要退亲 心里还一阵高兴 她刚刚也不过是演戏 给祖母看罢了 可这会儿 她见母亲眼里不像座尾 有些着急 士恒哥哥都怪雪儿不好 傅士恒低头看了她一眼 有些心疼 再看看对面的骆染 仿佛是一颗不屈不挠的小草 柔韧而强劲 她忽然感到一阵心慌 若说今日之前 她对这门亲事也是不满意的 相比那个从未见过面 自幼没了母亲的洛染 她更喜欢眼前娇俏可人的洛如雪 只是不知为何 今日见了洛染之后 她有种预感 一旦答应了退亲 自己肯定会后悔的 退亲 我不同意 瞧我这脑子 险些把证实我 洛姑娘 上次你帮了本官 皇上知道后很高兴 特意让本官来问 洛姑娘 可有什么想要的赏赐吗 这女多谢皇上厚爱 这女什么也不需要 傅金安仿佛 也只是这么随口一说 洛染说不要 她辩演了一坚持 傅士恒看了一眼 这位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尽管自己平时很不喜欢他 但此时却希望他能站出来 帮自己说句话 可傅金安只进来时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将他当成了透明人 洛德运眉头皱起 士恒 我知道你本来也对染而无意 只是 洛书夫 您不必劝我 这个亲我是不会退的 如果叔父执意要退 就与我父亲说吧 晚辈还有事 就不打扰叔父了 老夫人 保重 傅士恒见大哥 不肯帮自己 自己又孤立无援 索性逃也似的离开 见没热闹可看 傅金安也起身告辞 经过洛染身边时 故意小声道 洛姑娘 刚刚在花园 本官可是出手帮的 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洛德运 洛书夫人 这事正在说服老夫人 一时没注意这边 洛染看了他一眼 诞生道 难道傅大人 不是担心这事传出去 坏了傅家名声 他没说这事是何事 两人却心知肚明 傅家的名声与我何干 你到底想干什么 傅金安挑眉 什么也没说 大笑着离开 一直等在门外的长云 见大人心情很好地出来 好奇地问长颖 大人怎么这么高兴啊 长颖看了一眼 某人被摇 低声警告 想活命 就别打听那么多 长云缩缩脖子 果然不再问了 洛德运从宁府院出来 又来到洛染的院子里 见他神情平静 正在指挥着下人般东西 心里总算是放心了些 爹爹 您怎么来了呀 怎么不进来 洛德运定定地看着女儿 有些恍惚 然而 爹爹对不住你啊 爹爹 您如果是为今日退亲之时 大可不必 这事啊 是女儿自己决定的 你爹爹无关 洛德运怜爱地摸摸他的头 有些后悔 如果爹爹早些退掉这门亲事 现在也不会这样 不过您放心 既然你决定退亲 爹爹一定会帮你 送走了父亲 洛染让又卿继续收拾东西 既然要在京城住下去 他就不会委屈自己 刚回京时 二婶给他收拾的院子 只是表面上好看 比如摆在明面上的花瓶瓷器 看起来都是好东西 可却不实用 相反 那些总用到的日常植物 反而都是旧的 重活一世 洛染决定不再亏待自己 里里外外换了个遍 都是自己平常喜欢用惯了的东西 他的心也就舒坦了 宁香院动静这么大 府中其他人自然也知道了 洛如雪扑进李氏的怀里哭得厉害 娘 我不要那个破铜盆 还有 那个青花瓷的花瓶 是我最喜欢的 你都把它们还给我 李氏也心疼 但没办法 他只好安慰女儿 哎哟 别急 总有那个死丫头哭的时候 娘 你有办法吗 现在那个死丫头不是要退亲吗 那咱们就让她退啊 等她名声坏掉了 看她还怎么得意 上一次 都怪那个指挥使大人 肯定是她救了那个死丫头 死了 她早就已经成了万人旗的烂货了 不过 她还有一处想不明白 娘 施衡哥哥说 那个指挥使大人 连国公爷都很难见到 为什么 她偏偏会帮助那个贱丫头呢 哼 没准两个人早就有了苟且 娘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 去告诉静国公啊 这样施衡哥哥肯定会同意退亲的 哎 不急啊 我们慢慢来 现在退亲 那些片里我们还得补上 得想个办法 既不用咱们掏银子 还能让那个死丫头 自己把银子吐出来 小姐 二夫人和二小姐 往老夫人的院子里面去了 又轻去厨房取晚饭 回来跟洛然讲 洛然笑笑 又轻撇撇嘴 老夫人就是偏心 洛然不在意 能不偏心吗 自古父母就对小儿子更加偏疼一些 尤其李氏还是祖母的娘家侄女 亲上加亲 不偏才怪呢 不用管他们 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咱们去看外祖母 若说洛然重生回来最想干什么 就是护助父亲 提醒外祖家免于前世那场灾难 其他的他都不放在心上 第二日 没等洛然出门 老夫人就派人过来请他 说禁国公夫人来了 洛然意外 没想到禁国公府动作这么快 洛然到宁妇院的时候 二房三房的人都在 洛如雪正在给禁国公夫人侦查 态度那叫一个亲密 禁国公夫人方式也不吝啬 一个劲地夸赞 哎呀 老夫人 您可真是有福气 有这么可信的孙女 这要是换成是我呀 晚上睡觉都得笑醒呢 国公夫人过奖了 雪儿顽皮 要是有明月一半的董礼节 那就好了 傅明月是傅士恒的亲妹妹 方式所出 听到夸奖自己的女儿 方式的脸上也是一阵得意 洛然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 孙女给祖母请安 见过敬国公夫人 方式的脸立刻冷了下来 端起茶轻轻吹着 仿佛没看见洛然 洛然也不在意 行了礼便自顾自起来 祖母 您换孙女来 有什么吩咐吗 国公夫人刚刚说 念在你年纪小 一时做错事也是情有可原 你现在就给国公夫人认个错 过去的事啊就不提了 两家的亲事还作数 好孩子 伯母知道你昨日受委屈了 侍衡那孩子呀 嘴笨 不会哄女孩子高兴 昨日呢 他回去 我跟国公爷已经说过他了 今日伯母过来 是特意给你赔不是来的 两家的婚事 是老国公爷和洛老爷子定下的 咱们这做晚辈的 怎么能说退就退呢 洛染狐疑地看着方氏 上一世 他明明不喜欢自己 按理说 退亲 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啊 无论如何 洛染都坚持退亲 洛染不敢当夫人如此爱答 洛染福伯 与富家无缘 要退亲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这是什么 靖国公府 百年世家 几代人 就没被人退过亲 今日如果洛家退亲 以后我们靖国公府 还有何颜面 在京城立足啊 所以 所以 希望洛姑娘 能当着全京城的人说 是你负得有亏 不配为我负家席 而且 退亲之事 还要我靖国公府提出 做梦 洛德运迈着大步呼呼进来 国公夫人莫非还没睡醒 青天白日就开始做梦 方氏何时见过这么粗鲁之人啊 被气得满脸通红 刚要开口 又被洛德运打断 今日我就告诉 这个亲 洛家非退不可 而且还是由我洛家提出 国公夫人若是有何疑问 尽管让靖国公那个老家伙来找我 方氏指着洛德运的鼻子 抖了半天才到 你 你也就仗着现在对皇上还有用 竟敢 竟敢不将靖国公府放在眼里 对 我就是仗着皇上的事 有本事你让靖国公也如本侯一般 立了功再来说话 你 你等着 方氏撂了句狠话 气呼呼地走了 方氏走后 李氏叹了口气 不赞同地看了一眼洛德运 大哥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烧了两家和气 二婶 洛然打断他的话 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单子 送到洛老夫人眼前 前两日 我让杜嬷嬷帮忙核对拼领单子 发现上面有很多东西对不上 问了管事才知 这些平日都是二婶管着 如今既要退亲 还请二婶弄清楚些才好 免得被人家捉了短处 李氏的脸一白 洛老夫人看看单子 又看看李氏 老夫人指着李氏的脸骂道 你个眼皮子浅的东西 执尿的片里你也敢动 洛家的脸呢 都被你给丢尽了 洛德运在旁 洛老夫人就算是再偏心李氏 也不得不做做样子 李氏跪在老夫人跟前 一把鼻涨一把泪 一把泪 母亲 媳妇也是卑鄙无奈啊 这么一塌夹子人 要吃要喝 大不合冉儿刚回京 我又怕他们住得不习惯 怕冉儿受委屈 这 这哪里不需要银子呀 祖母 您不要怨母亲 母亲也是为了咱们福利好 就为了让大姐姐住得舒服 母亲把她自己的家妆 都拿出来了 洛老夫人指着这母女俩 你们就算为了人 也不能动她的片里呀 这一传出去 洛家还要不要脸面啦 雪儿还嫁不嫁人啦 还有俊儿 难道你都没想过吗 母亲 然而她从小就没了娘 我不忍心她再受委屈啊 三人抱成一团 又是哭又是骂 曹氏也挺着大肚子在一旁劝说 转头看见洛冉 安静地站在地中间看着他们 曹氏一愣 然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过来劝劝你祖母 你二婶 那都是为了你好啊 二婶 您口口声声是为了我 那咱们不妨算算 算什么 洛冉坐下 喝了口茶 才缓缓开口 算算二叔一年俸禄多少 算算府里 一年金像继承 算算父亲这么多年 为家里又添了多少银子 还有 既然二婶说我和爹爹回京花了不少 那咱们就请祖母去看看 看看这些日子 我跟爹爹两个人吃了多少 用了多少 房间里又都摆设了什么 不说旁的 就是我沐浴的那只木桶 想别二婶身边的嬷嬷也看不上吧 今日索性咱们就一笔笔算 看看到底这银子都花去了哪里 还有 二妹妹说二婶为了这个家 才用了自己的嫁妆 可我怎么听说 是二婶见我母亲的嫁妆不够了 才填补的呢 对于母亲的嫁妆为何少了 还请祖母仔细查个明白 千万别冤枉了好人 李氏的脸白一阵红一阵 他根本不敢让人来算 只要一算 这些年他摊墨宫中的银两 岂不就藏不住啊 用在洛德文身上的 也还说得过去 就怕到时候查出来 他都填补了娘家 恐怕到时候 第一个饶不了自己的 就是老夫人吧 李氏只能装糊涂 哭诉着自己这么多年的不意 洛德韵被吵得头疼 挥挥手 好了 别哭了 又看向洛然 然而 跟你二事三事先回去 别有事跟你祖母说啊 李氏巴不得赶紧离开 匆匆行礼后 带着洛如雪赶紧走了 曹氏也识趣地离开 洛然也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 祖母是不会给李氏没脸的 所以 他也不在乎祖母是否偏心 只要最后 到自己手里的东西不少就成 剩下的就是李氏自己的事了 他看了一眼父亲 见他朝自己点头便转身出来 只是刚走到门口 就见院门口忽然出现一道黑影 还没等看个清楚 来人就像一头小牛犊似的朝自己奔来 此时 躲已经来不及了 洛然被结结实实地撞倒在地 手掌被地上的石板划破 肚子刀脚般的疼痛 冷汗顺着脸颊流下来 他捂着肚子 半上没有说出话来 洛洪郡站在院中间 得意地挺起胸脯 指着洛然的鼻子骂道 你个小娼妇 单敢欺负我娘和我二姐 看我不撞死你 刚走到门口的李氏 脸一白 赶忙回来拉住他 俊儿 洛洪郡平日里被惯坏了 根本不听李氏的话 口中还在骂骂咧咧 我告诉你啊 洛家是我们二房的 还轮不到你一个 没娘的死丫头指手画脚 洛然缓过劲儿来 忍着痛冷笑一声 洛家是你们二房的 洛洪郡看洛然的眼神更加凶狠 抬起脚又朝着洛然的脸踹去 就是我们二房的 就连你 我想弄死 我就弄死 眼看着那只脚朝自己的面部袭来 洛然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等了一会儿 也没感觉到疼痛 睁开眼一看 就见洛洪郡落在几米远的地方 背后是一棵一人抱的大树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发不出一点声音 洛德韵如沙神一般站在洛然面前 我今日倒要看看 谁敢动染而一根毫毛 哎哟 哎哟 菁儿啊 我的菁儿啊 弟弟 洛如雪也跟着扑过去 你 洛老夫人出来就看见这样一副景象 差点站不稳 刚要开口 对上洛德韵痴人般的眼神 不自觉声音矮了下去 菁儿还是个孩子 你何必跟一个孩子过不去呀 洛德韵看也没看他们 弯腰心疼地抱起洛然 堂堂大男人 声音竟有些沙哑 然而 哪儿疼啊 告诉爹爹 爹爹 我没事 您别担心 另一边 李氏也大叫着找大夫 曹氏早就被吓得窝在一旁 不敢吭声 洛老夫人见大儿子完全不理会自己 有些不悦 既然然而无事 你还是先帮俊儿请个太医吧 孩子小 万一伤长了可如何是好 洛德韵一手扶着女儿 一边转头看向洛红俊 洛红俊被刚刚那一脚 差点踹了没了半条命 此时对洛德韵更加惧怕 哆嗦着身子不敢吭声 洛德韵冷笑一声 你们应该祈求保佑冉儿无事 否则 我定会让他陪葬 找太医 他也配 弯腰抱起洛冉 往外走 临出院门之前 又回过头冷冷的 母亲若是还认我这个儿子 就管教好他们 否则我不介意跟皇上起奏 哪怕丢官弃绝 这个家我也是要分的 听说分家 老夫人当场晕了过去 李氏也急得够呛 可也不敢开口求洛德韵找太医 只因为洛德韵的爵位不是世袭 而是凭着自己的本事挣来的 如果分家 二房不但什么都得不到 还要搬出去 仅凭洛德文从四品的俸禄 那根本就养活不了 这一大家子呀 此时 李氏也顾不上别的了 一边张罗着找大夫 给儿子和老夫人看病 一边在心里想着 该怎么阻止洛德韵分家 忽然看见躲在一旁 当透明人的曹氏 忍不住喝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你以为分家对你们三房 有什么好处吗 虽然曹氏心里把李氏骂了个遍 有今天还不是你们二房做的 但李氏有一句话说得对 一旦分家 嫡出的二房都捞不着好处 更别说他们三房 还是个数出的了 曹氏赶忙跟着张罗收拾烂摊子 洛冉被父亲一路抱回了宁香院 洛德韵刚要拿出腰牌 吩咐身边的小司进宫去请太医 被洛冉给拦住了 哎 爹爹 不用 你都这样了 怎么还说没事 然而怪 听话 太医一会儿就来了 洛冉拼命地摇头 他不能让太医来 爹爹 我真的没事 现在好多了 真的 我没骗你 既然不请太医 那咱们找个别的郎中过来 好不好 爹爹 您看 这会儿都不怎么疼了 哎呀 您放心 我万一感觉到不舒服 肯定会让您请太医的 见父亲还不放心 洛冉继续道 爹爹 您想想 如果这个时候找太医或者郎中 那别人就都知道咱们福利的事情了 都说家丑不可歪扬 这些事 咱们关起门来 自己处理就好了 没必要给别人添笑了 糊涂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那些有的没的 我告诉你 无论什么时候 自己的身体最重要 什么名声 什么声誉 统统都不重要 现在首先要稳住父亲 这大夫啊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请的 他苦口婆心 可算让父亲相信他没事了 但父亲一走 诺冉顿时瘫在床上 疼得连手指都动不了 小姐 您为什么不让侯爷请太医啊 又轻盲拿来药膏 小心翼翼地涂抹 忽然想起什么 脸色惨白 小姐 您这个月的月室 放心吧 我查过医术了 吃了药之后 可能会有一两个月 月室不稳 过了这段日子就好了 这也是洛然 为什么不让父亲 请大夫的原因 他怕被大夫看出来 自己吃了药 到时候没办法 跟父亲解释 镜谷公府西侧的一处院子 大人 夫人从冠军侯府回来吧 长颖站在廊下 低头汇报 傅金安将捏起的 一小撮成黄的骨子 放进鸟笼 一只那鹦鹉啄了两下 扑拢着翅膀叫道 坏人 坏人 傅金安笑着屈指 轻轻弹一下他的头 谁是坏人 你是坏人 你是坏人 说下去 长颖愣了一下 确定大人 这是在跟自己说话 而不是那只鸟石 才继续道 夫人让洛姑娘 跟全城的人说 自己是负得有亏 才同意退亲 夫人走后 长颖 什么时候学会说话 聊一半说一半 夫人走后 落家二房公子 踹了洛姑娘一脚 后来冠军侯回来了 也给了洛少爷一脚 洛少爷当场凸显 傅金安嘴角依然带着笑 给那只鹦鹉顺着羽毛 也不知道听进去了 还是没听进去 长颖越发摸不清 大人的心子 若说大人不在意 可昨日去洛家 分明是给洛姑娘撑腰去的 若说他在意 现在听到洛姑娘受伤 他又无动于衷 总之 主子的想法 他们做属下的 不敢随意揣摩 也揣摩不明白 休息了两日 洛冉总算感觉身体好多了 除了还有些乌青 已经不那么疼了 沈家那边 已经派人来过两回了 应该是听说了退亲之事 怕他一时想不开 今日身体好了 洛冉一早就跟洛老夫人 打过招呼 便带着又青去了沈家 沈家是文官出身 沈老爷子在世时 官居一品 任内阁首府 老爷子去世后 沈家大老爷 也就是洛冉的嫡亲舅舅 沈伯里 继承父亲衣钵 一路从秀才考到状元 如今任文华殿大学士 专门辅导太子 虽说不如其他 勋贵之家位高权重 但谁都知道 沈伯里如今不到四十 便已是三品大员 不出意外 下一任的内阁首府 非他莫属了 可洛然知道 上一世 就是因为舅舅 是太子的老师 这才卷入那场战争 以致整个沈家都陪葬 这一世 他无论如何 也要护住沈家 下了马车 沈老夫人身边的嬷嬷 一早就等在门边 小小姐 你可算来了 这一早上啊 老夫人都念叨了无数遍 奴婢耳朵都出茧子了 方嬷嬷一辈子没成亲 没有孩子 是把母亲当作亲生女儿带大的 对自己啊 也跟亲外孙一样 摩摩 哎哟 奴婢的小小姐 快让老奴好好看看 哎呀 高了 瘦了 却更好看了 沈家最近也听说了洛冉要退亲的事情 只是知道的还不是很详细 怕她伤心 方嬷嬷故意没有提起 洛冉自然知道方嬷嬷的好意 抱着她关心地问了她的身体 还有府中逐人 方嬷嬷不停地硬着 好 好 一切都好 小小姐不用惦记 哦 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不进去啊 然儿见过舅舅 舅舅这是要去哪里 哦 我回来取些东西 这会儿要去宫里 然儿 多陪陪你外祖母 带舅舅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嗯 那好 然儿等着舅舅 等见到了外祖母 陈老夫人问了洛冉退亲的事情 洛冉犹豫了一下 没说那么多 只说父家如今不同意 王氏叹了口气 哎呀 算了 退了也好 本来这门亲事 我也不觉得多好 也不看看那靖国功夫 都乱成什么样了 负不负 子不子的 放着嫡长子不利世子 偏偏把个济世所出的当个宝 退了更好 退了呀 咱们给冉儿 找个更好的婆家 沈老夫人一听 确实是这个脸儿 也跟着安慰洛冉 冉儿啊 不用怕 听你爹的 退亲 也不急于这一两日 到时候 也让你舅舅帮忙想想法子 总不会不顾你的意愿 就把你嫁过去 哪样 岂不是害了你一辈子 洛冉眼睛有些酸涩 抱着外祖母不说话 表妹 表妹 外面一阵清脆的叫声 没等看见人 洛冉的嘴角已经高高扬起 表妹 我听说洛洪宇那个混蛋打你了 是不是 洛冉来不及阻止 沈西晴人未到 声已至 跟在沈西晴后面的沈玉芝 本来步伐悠闲 听到妹妹的话 脚步一顿 你刚刚说什么 谁打了人啊 沈西晴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大哥 刚要挥开他的手 就看见祖母和母亲 都一脸疑问地看着自己 而旁边 表妹拼命地朝自己眨眼摇头 沈玉芝淡淡地看了洛冉一眼 表妹 你眼睛不舒服吗 洛冉叹了口气 唉 这个表哥 性子一点都不像舅舅 用表姐沈西晴的话 沈玉芝浑身上下 长了八百个新眼子 比整个沈家的人 加起来还多 可就是这么聪明 护着自己的表哥 最后也没能逃过那场灾难 然而 到底怎么回事 王氏心疼地牵过他 上下查看 伤到哪儿了呀 看过大夫了没有啊 大夫怎么说啊 洛冉叹了口气 瞪了沈西晴一眼 沈西晴缩缩脖子 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沈玉芝却将两人的小动作 看在眼里 双臂还胸 冷笑了一声 沈西晴 你上次偷拿父亲的木宝 话没说完 被沈西晴一把捂住嘴 转头又见母亲和祖母 都看着自己 只好朝洛冉 歉意地笑笑 开始坦白 我也是刚刚才听说的 昨天我上街 刚好遇到了冉冉的三堂妹 她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听到的 说是洛宏宇那个混蛋 踹了冉冉一脚 后来又被孤杖打了 说是都吐血了呢 然而啊 快过来 过来 给外祖母瞧瞧 这天杀的 十几岁的孩子脚多重啊 这姑娘家家的 哪里经得住啊 因为沈玉芝在场 洛冉拼命地压着自己的衣裙 却不小心碰到了腹部 又差点腾出眼泪 好在忍住了 沈玉芝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出去 沈老夫人这才掀开洛冉的衣裙 但看清那片乌青石 捂着脸 无声地哭泣 王氏和沈西晴看了 也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将洛家上上下下 骂了个遍 洛冉一边哄外祖母 又一边跟舅母和表姐解释 证明自己现在已经好了 好什么好啊 不知道女儿家 罪是娇贵吗 这万一伤着了里面 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又青也在一旁跟着解释 老夫人 夫人 表小姐 你们放心好了 我们侯爷已经惩罚了大少爷 他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 嗯 是啊 外祖母 舅母 你们放心吧 若是不舒服 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 绝不逞强 沈老夫人和王氏 这才稍稍有些放心 门外的沈玉芝 看了房门一眼 转身离开 宫门外 正是下潮的时候 宫门外停满了 各个府邸的车马 沈玉芝看了一圈 对身边小思低于两句 小思转身离开 走到一个马车跟前 跟车夫盘弹起来 沈玉芝双手负在身后 前庭信步般走到那辆马车跟前 趁人不注意摊开手掌 挤膝后 载若无其事地离开 只是刚转身 沈玉芝就看见不远处 一个身影看向自己 嘴角带着玩味 沈玉芝面不改色 上前拱手 原来是指挥使大人 傅金安看了一眼他身后 低头整理袖摆 诞生道 这个世界 古马都并不好学 怎么 指挥使大人今日这么闲 不去办案 要研究起草来了 傅金安抬头看了他一眼 轻笑一声 转身离开 沈玉芝也换小思离开 长颖 属下在 傅金安坐在马车上 透过车帘 看着沈玉芝的背影 换条路回府 最近公布也不知道干什么吃的 路中间出了那么大坑 竟不知道找人修 万一伤了腿脚 有他们手 是 属下明白 下午便去找公布的人去修 下午的时候 洛然便听说 二叔下朝回府途中 不知为何 马突然发疯 洛德文从马车上掉下来 又不小心跌进路中间的坑里 小腿当场蛇了 活该 现实报 沈玉芹拍手叫好 一向对女儿严厉的王室 破天荒地没有骂他 反而赞同地点头 洛然看了一眼 坐在那里静静喝茶的表哥 似乎明白了什么 又想起上一世 这一年的秋季 表哥高中探花 原来状元非他莫属 只是大殿之上 也不知谁说了一句 多少年殿氏 也没出现这么俊俏的少年郎了 于是皇上大笔一挥 沈玉芝为炭花 自古以来 炭花非模样俊俏者不能得 就这样 原本的状元郎 变成了炭花郎 洛然忽然觉得 与其提醒正直不阿的舅舅 还不如提醒心思活泛的表哥 这么想着 洛然坐到沈玉芝的身边 双手拖着小脸 一脸认真地看着他 姚妹 你再这么看着我 容易让我误会啊 误会什么 还能什么呀 肯定以为你有什么事情求他 总觉得自己很厉害 谁都要求着他似的 那好啊 希望你以后别有求于我了 哥哥 好哥哥 您这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小女子一般见识好不好 您啊 是这天底下第一聪明 第一厉害之人 沈玉芝不为所动 沈老夫人见几个孩子 关系融洽 欣慰地点点头 王氏叹了口气 娘 你放心吧 有咱们在 总不会让人儿受委屈的 您也累了 我扶您进去歇歇 沈西晴为了逃离哥哥魔爪 忙跑过去与母亲 一起扶祖母回去休息 屋子里只剩表兄妹二人 表妹刚刚想跟我说什么 嗯 有件事我不大明白 想着表哥最是博学 便来讨教 沈玉芝屈指弹了一下 他光洁的额头 笑着赤道 跟你表姐不选好 竟学一些油腔滑掉 诺冉却学着沈西晴的模样 捂着额头 夸张地皱着小脸 哎呀 我若是表姐 这会若是没有百十两银子 这事是没完的 说完 兄妹俩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说吧 什么事 诺冉收起笑容 小脸写满认真 前些日子 下面的人搬了一盆银客松 造型骑士骑 可我实在不喜欢那伸出来的枝干 便想着羞去 可是 有人告诉我 下面的骑石 与枝呼应的同时 也有支撑枝干作用 如果 我把那伸出来的枝干捡去 那下面的石头 便也没用了 没错 一盘出色的盆景 它里面的一草一木 既有深意 毁掉哪一方 都会影响整个盆景的美观 只是 你为什么非要捡去那个枝干呢 可是 就算我现在不捡去那个枝干 等时间一久 它长大了 碍事了 或者死了 那下面的石头 不还是一样没用被丢弃吗 沈玉芝摇头苦笑 刚要说话 就听骆染话锋一转 人也是如此啊 常言道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就好比我 如果我一门心思加入傅家 表哥觉得 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一个小女子如此 表哥亦是如此 就就更是 表妹 你想说什么 啊 没说什么 就是那盆银客松啊 我实在不喜欢 沈玉芝定定地看了她许久 洛染强装镇定 表哥实在是太过聪明 他不敢说得再多 最后 沈玉芝拱手 多谢表妹提醒 至于那盆银客松 表妹若是真的不喜欢 丢了也罢 改日表哥送你一盆个好的 嗯 一言为定 晚些时候 沈伯里 命身边的小司 带回来一盒宫里的糕点 专门给洛染的 又让人传话 今日宫中有事 他一时走不开 让洛染不要生他的气 洛染已经给表哥提过醒 心里一块大石头 也稍微放下 表示过些日子 再来看舅舅 提着石盒便准备回去 沈老夫人本想留他 多住些日子 洛染一再承诺 等天气暖和了 他就陪老人家 去庄子上住一阵 沈老夫人这才放人 最后 沈老夫人拉着他的手道 冉冉啊 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跟外祖母说 你一个人自己扛着 嗯 冉冉记住了 外祖母放心 以后我会经常来抢您的 到时候 外祖母可不许烦我 外祖母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烦你呢 小妹 我送你回去 沈玉芝站在门口 沈老夫人看了他一眼 点头 也好 这样啊 我也好放心 洛染没有拒绝 外祖母和表哥的好意 京城有名的最先楼二楼 一处雅间的窗户半开 只露出一只 瘦靴略显麦色的手 洛染只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你在马车上等着便好啊 我已命人提权打过招 还能少了你最爱吃的板鸭不成 洛染称怒地瞪了他一眼 指着旁边的铺子等 我是来看铺子的 前些日子要回了母亲的嫁妆 她还没导出时间看看呢 正好最先楼旁边的首饰铺子 就是其中之一 她也不过是顺便进去看看 沈玉芝自然知道 那个铺子是姑姑的嫁妆 刚刚跟她开玩笑而已 嘱咐又轻 照顾好你家小姐 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最先楼二楼 陆九成看着下面几人身影消失 才收回视线 含笑地看着对面之人 怎么 咱们堂堂指挥使大人竟要开窍 开始关注女子了 不就是个玩意儿 也值得你猜来猜去 陆九成撇撇嘴 显然不信 傅金安也没解释 这边洛染一进铺子的门 掌柜地赶忙朝殿小二使了个眼色 然后才笑着迎上来 哟哟哟 原来是东甲呀 来怎么也没事先打个招呼呢 洛染假装没看见她的小动作 只看了一眼 悄悄从后门离开的殿小二 淡淡地回道 我倒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有这个规矩了 当时我的不对 还请学掌柜见谅 嘿嘿呀呀 这东甲严重了 小的只是担心 不小心怠慢了东家 不是 你该忙忙你的 我就随便看看 哈哈 那好吧 小的去给东家上茶 您慢慢看 哦 对了 麻烦徐掌柜 顺便把账布拿过来 我看一眼 徐掌柜笑容张在脸上 怎么 很为难 嘿嘿嘿 不不不不 不为难 小的这就去拿 临近傍晚 铺子里的客人并不多 只有两位 不知哪个府上的千金 在看御差 时不时的 还望向这边两眼 等了一会儿 曲掌柜还没出来 骆然有些不耐烦了 对身后的殿小二道 你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殿小二离开 没一会儿 曲掌柜便出来 手里还捧着一摞 厚厚的账本 满头大汗 让东家久等了 实在是账本太多 找起来麻烦 说着将账本重重地 放在桌案上 震起一阵灰尘 徐掌柜 您慢一点 姑娘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小的 不知道东家来 否则一定收拾得 干干净净的 又轻 把这些都搬到马车上 等回头我看完了 有问题再找你 曲掌柜刚要松口气 就见骆然翻开那本 看起来很脏的 看看日期 哼 新的 骆然嘴角露出一抹笑 轻轻打开 曲掌柜额头上 立马浸上一头冷汗 锤在身后的手摆了摆 最先离开的那位 殿小二藏在门口 看见首饰 转身消失 诺然看着账本 随意念着 轩缘十二年 蜡月初三 支出白银一千两 轩缘十二年 蜡月二十 支出白银五百两 金银首饰 合计两千两 轩缘十三年 正月初五 支出白银三百两 玉簪一支 手镯一副 合计白银八百两 月往后念 曲掌柜的腿就月抖 到最后 终于忍不住跪下来 东家 请您明察呀 短短一个月 银子首饰加一琴 一共支出近万两 徐掌柜 你是自己说呢 还是等着官府来问啊 东 东家 这 这个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姐姐有什么不明白的 问我就是了 何必为难别人 陆如雪忽然掀开里面门的帘子 气呼呼走过来 骆染抬起头 笑着看了她一眼 没说话 又轻走到刚刚那两位小姐跟前 拂身道歉 两位姑娘 对不住了 今日我们铺子里面有事 提前打样 这两样小东西 全当时给姑娘们道歉了 没关系 你们忙 我们改日再来 啊 对对对 我们也是随便看看 就不打扰你们了 二人识趣地离开 陆如雪有些不愤 大姐姐想要说什么 难不成 害怕外人听见不成吗 如果二妹妹不介意 我是无所谓 牛轻 将大门打开 让大家都看看 有些人是怎么坚守自盗的 你 你敢 徐掌柜 你还没回答我呢 回东家的话 这些都是二夫人和二小姐用的 小的也说过 得有东家您的手遇 可二小姐说 洛家的东西 她能做主 洛家的东西 洛然冷笑 微微上前一步 紧紧地贴着洛如雪的耳朵 我母亲的嫁妆 何时姓洛了 洛如雪强装镇定 挺着胸扑道 嫁入洛家 就是洛家的人 难不成 还能是别人嫁得不成吗 洛然不欲与其争辩 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 三日之内 补齐所有银两和首饰 否则我就报官 二呢 第二条嘛 现在就去报官 让衙门来评评理 看看这个铺子 到底是姓沈 还是姓洛 洛如雪不自觉地后退两步 今日 她是算好了 洛然去了沈家 所以趁机过来 想着再拿些手势 谁知道运气这么不好 无论如何 也不能报官 一旦报了官 她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最重要的是 她哪里来的 那么多银子填补啊 母亲的嫁妆 已经拿出大半 再拿出来 等她嫁人 可是真的就没什么了 想到这儿 洛如雪 一改刚刚的强硬 忽然哭得梨花带雨 大姐姐 是我不对 是我年纪小 我不懂事 您别跟我一般计较好不好 弟弟受伤了 我是出来给他抓药的 我们是一家人 对不对大姐姐 小祖祖 你去哪儿不好 非要来这种地方凑什么热闹 沈玉芝将东西放在马车上 见洛然还没出来 便过来看一眼 没想到 却听见洛如雪 这么不要脸的话 表哥 洛如雪 怯怯地唤了一声 沈玉芝温润地笑了 洛如雪一喜 只见沈玉芝面上 谦谦公子 说出的话 却丝毫不留情面 据我所知 洛尔夫人姓李 我父亲姓沈 母亲姓王 不知洛尔小姐 这声表哥 是从何而论 看着洛如雪 色彩分成的脸 洛然忽然想起前一事 他命人将自己 关进珠笼的时候 简直是判若两人 掌柜的 这么早就关门 你们还做不做生意了 几人正在僵持间 铺子门忽然又被人推开 近来一位 身着锦衣的男子 洛如雪认出了长颖 心中陡然 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原来洛姑娘也在 你也是来选手师的吗 长颖硬着头皮 明知故问 没办法 谁让小王爷 不知抽的什么缝 非说自己 少个竖发的簪子 放着自己身边的人不用 非让他来这家铺子买 而且啊 大人也没拦着 他只好照办了 洛然微微点头 嗯 有点私事 说完就好 大人请自便 所谓来者是客 尽管洛然不想再 与他们扯上关系 长颖朝沈玉芝点点头 去一旁专门 卖男子御簪的地方 认真挑选起来 徐掌柜看了洛然一眼 转身亲自去招待 锦衣卫的服饰 整个京城谁不认识啊 又见这位大人 近来率先跟东家打招呼 徐掌柜做生意这么多年 自然明白 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得罪不起 洛然看了一眼 洛然看了一眼洛如雪 二妹妹 可想好了 洛如雪看看沈玉芝 又看看不远处的长影 死死地咬着下唇 不情不愿地点点头 啊 妹妹说什么 我没听见 你大点声 洛如雪指甲抠近掌心 咬牙道 我说 我选第一条 说完 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洛然笑笑 表哥 我们也走吧 沈玉芝点点头 接过他手里的杖板 轻声道 伟大 给我吧 洛然也没争 递给他 朝长影点点头 起身离开 离开前 沈玉芝指指长影的手 又指指自己的头 微笑道 大人 你拿的是女人带的 长影低头一看 立马烫手般地放了回去 马车到了冠军侯府 沈玉芝亲自把洛然送进院子 站在院门口 轻轻拍拍他的头顶 小丫头 别逞强 有什么事让人去告诉我 我记住了 表哥 你也别忘了 答应送我盆景的事情啊 好 不会忘的 遇见好的肯定给你留着 洛然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这才转身回了院子 沈玉芝并没有直接离开 反而去了洛德运的书房 俩人说了什么 无从可知 洛然只是发现 这次祖母并没有找自己 二婶也很快将 从铺子里拿走的银钱和首饰 给补上了 包括之前拿过的那些 日子总算是消停了一些 洛然也趁着这段时日 将母亲的嫁妆和父亲的私产 从头捋了一遍 发现还是缺了一些 但也就像舅母告诉他的 做人不能赶尽杀绝 二房也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银子了 此事便就此作罢 一转眼 已经重生回来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来 洛然终于将属于大房的财产 都握在手里 下一步 该是想着 怎么尽快将亲事退掉的事了 明日咱们上街一趟 干什么去啊 洛然想起前一世 陪在自己身边几年的春雨 嫁入富家不久 又轻就不明不白地没了 后面那些年 都是春雨陪在自己身边 这一世 他想早一点见到春雨 也想让他早一点脱离苦海 第二日 阳光很好 洛然穿了一身美粉色的衣裙 整个人素雅出尘 小姐 我们今日是去哪里啊 桂花巷 洛然说完 又轻跟车夫兜愣了一下 车夫福伯 是洛家的家生子 自来中心 小姐 桂花巷 洛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桂花巷 可以说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 当然也是最乱的地方 上次他被人迷晕 扔进的宜春院 就是在桂花巷 没关系 走吧 又轻点点头 福伯只好扯动缰绳 往桂花巷去 或许是来得早 桂花巷的人还并不是很多 马车还可以进来 眼看着就要走到巷子尽头 街上基本没什么人了 洛然才喊停 他扶着又轻的手下了马车 在一处宅在门前停下 抬头望了一眼紧闭的大门 又轻帮要说话 就听见里面忽然传出来一声尖叫 紧接着就是一个婆子 骂骂咧咧的声音 还伴随着一阵阵闷响 好像什么打在身上的那种 你个小贱体子 就知道吃吃吃 老娘花钱买你回来 是让你吃的吗 又是一阵闷响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出去干活去 去 这些帕子卖不完 今天晚上就别想着吃饭和睡觉了 一个肥胖有黑的婆子 看见洛然愣了一下 紧接着手一抬 一个瘦削的身影飞出来 落在洛然前方不远的地方 黑胖婆子只看了洛然一眼 又砰的一声将大门关上 小姐 不必来 又轻赶忙去捡帕子 洛然点点头 走向那个身影 是个瘦弱的小姑娘 刚刚可能撞到了头部 等洛然走到她身边了 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洛然伸手想要扶她 手还没碰上对方的胳膊 就被突然躲开了 小姑娘揉揉脑袋 看着洛然那只手 摇摇头低声道 别弄脏了您的手 又轻将帕子都拾起来 又扶去上面的尘土 整整齐齐地放进她身边的篮子里 小姑娘感激地朝又轻点头 多谢这位小姐 可别叫我小姐 这才是我们家主子 小姑娘似乎很害怕洛然 慌忙起身 头快低到了胸口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吓着您的 不用紧张 你并没有吓着我 你叫春雨 对吗 小姑娘和又轻 同时惊讶地看向洛然 你不是要去卖帕子吗 走吧 我们先帮你把帕子卖掉 其实啊 洛然完全可以买下这些帕子 但是她知道 春雨别看年纪小 实则可倔强了呢 更何况 这些帕子都是她熬夜秀的 洛然不忍心 看着她的辛苦白费 走啊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好 走 咱去卖帕子 春雨见两人不似在说笑 连忙提着篮子跟上去 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叫春雨啊 小姐 你为什么帮我卖帕子啊 小姐 这些帕子 要怎么卖啊 又轻一边护着小姐 以防被人撞倒 一边为难地看着春雨 春雨嘿嘿一笑 指着路边一处阴凉的地方 你们两个就在那边等我吧 转身没入人群 小小的身躯 声音红亮 一手跨着篮子 一手扬起帕子 四帕四帕 全规画像最好最便宜的帕子 公子 给你家娘子买个帕子吧 大叔 给你闺女也来一条吧 大娘 用了这个帕子 保管你年纪十岁 又轻看着这样的春雨 忍不住笑道 没想到 他干巴巴的 声音倒是洪亮 是啊 胆子也大 你胆子也不小 竟敢来这种地方 骆然话落 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道 冷嗖嗖的声音 僵住没动 小姐 又轻自打猜到 小姐被那人糟蹋 心里早就恨不得 将对方碎尸万段 可真看到了真人 对方只一个眼神 就吓得他说不出话来 但还是强鼓起勇气 将洛染护在身后 原来是指挥室大人 洛染收起笑容 眼帘微垂 轻轻扶了扶身子 没听到那人回应 洛染抬头看了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觉得这人的眼睛 似乎盯着自己的小腹看 洛姑娘这算是 故地重游 洛染顺着她的视线 看过去 宜春院的姑娘们 已经站在了二楼上 花枝招展地 朝着男人们 挥舞着相怕 脸一白 冷声道 想必大人是有公务在身 小女子就不打扰了 又轻 我们走 承颖 是 属下在 承颖心里暗暗 替洛染捏了把汗 小祖祖 你去哪儿不好 非要来这种地方凑什么热闹 去问问麦帕子那个丫头 谁家的 买一下了 长颖看了一眼春雨 怎么了 有问题 傅金安收回落在某处的视线 淡淡地扫了一眼长颖 是 手下这就去办 另一边 洛染转过一个街角 后背的视线终于消失了 才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又轻也心有余悸 小姐 我们要不还是回去吧 你去告诉福伯 让他去春雨家 不管花多少银子 都把春雨的卖身器赎回来 忍了一路 又轻终于忍不住问道 小姐从前认识春雨 洛染点点头 砸了个谎 嗯 也小姐那日 我被人迷运之前 她帮了我一下 只是后来对方人手太多 她也没办法 可是 刚刚奴婢见她 似乎并不认识小姐 天黑 我又戴着帽帽 她认不出也是对的 是 又轻这才放心 春雨果然没一会儿 就将帕子卖没了 满头大汗地跑过来 笑嘻嘻道 姑娘 我帕子卖完了 一会儿还要去码头看看 有没有活的 您还要跟着我去吗 刚刚洛染只是说好奇 想跟她过来看看 洛染看着她额头上的汗水 笑道 你每天都干这些吗 春雨点点头 后又看了一圈 神神秘秘道 猪婆子不知道 我还去码头干活 我只跟她说帕子不好卖 每次都要一天才卖得完 不用回去吃午饭 她倒是高兴 也没怀疑 啊 猪婆子 就是刚刚打我的那个 嗯 她是你什么人啊 我爹死得早 娘后来也死了 没钱下葬 我就把自己卖给了他们家 当同养席 谁知道 猪婆子的儿子命短 去年春天就死了 猪婆子就把我当下人用了 洛染点头 跟上一世一模一样 那你为什么还去码头干活 攒银子呀 攒银子熟身 以后自己开个铺子 或者再去别的府里 找个不挨揍的营生 总不能让猪婆子 打我一辈子吧 洛染垂下眼帘 她没告诉春雨 就因为她不识字 猪婆子当初骗她签了死器 就算她干一辈子 也是赎不了身的 上辈子是借建国功夫的事 又多花了银子 才替她赎身 这辈子 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银子 加上冠军侯府 猪婆子应该也会同意吧 谁知 没一会儿的功夫 福伯就回来了 只是脸色有些不对 洛染看了她一眼 去马车上说吧 转头又对春雨道 你也跟过来吧 春雨看看福伯 又看看洛染 不明所以地跟过去 马车停在一处 安静的小巷子里 大小姐 老奴去的时候 猪婆子一家正在搬家 说是有贵人 给了他们大把银子 让他们离开京城 那卖身器 你可拿到了 拿到了 他们好像知道老奴要去 老奴没等说话 猪婆子就把 卖身器给老奴了 洛染也感到奇怪 接过卖身器看看 并没有什么问题 转手交给春雨 来 你看看 是不是你当初 签下的那张 春雨还没从 他们的对话中 缓过神来 颤抖着伸出双手 刚要碰到那张纸 又烫手般地缩回来 使劲在身上蹭了又蹭 吸了吸鼻子 才结果卖身器 看了一遍又一遍 怎么了 难道是假的 你等着 我 真的 是真的 你确定 你们看 我的手指上面有个八 文青一看 果然如此 洛染点点头 既然如此 这卖身器你说好吧 春雨低头 一只脚在地上 无意识地蹭着 可是 可是我现在 还没攒够银子 刚刚福伯不是说了吗 猪婆子并没有要银子 所以啊 是咱们捡着了 就算猪婆子没要银子 那也是因为小姐的原因 所以 这卖身器 我不能收 从今以后 小姐您就是春雨的主子 等我什么时候存够银子 再给您赎身 幼青刚要说话 被洛染一个眼神止住了 好 那 你是现在就跟我走 还是 我本来就是个孤儿 除了这条命 什么都没有 小姐在上 请受奴婢一拜 春雨不伦不类地 行了个礼 又轻忍不住笑 好了 你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 既然你要跟着小姐 那 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啊 你要比武吗 我们又不是侍卫 比什么武啊 是学规矩 要想保命 不给小姐惹麻烦 那就得好好地学学规矩 春雨不怕没命 可一听会连累小姐 立马小鸡着迷式地点头 好好好 我学 我肯定认真学 好了 我们现在回去吧 洛染 见事情处理差不多了 转身上了马车 上马车之前 她又四周看了一圈 没看见那道身影 微微皱眉 她有一种预感 春雨的卖身器 这么容易拿到手 肯定跟那人有关 春雨说什么也不进马车 坚持跟在外面 诺染也不勉强 又轻看了一眼 跟在马车旁 一步不落的春雨 放下帘子笑道 这个春雨 体力倒是好得很 想了想 又轻又道 小姐 您为什么没有告诉她 那个卖身器 是个死器啊 又轻 不只是她 你也一样 如果有一天 你们有自己好的归宿了 跟我说 我会将卖身器还给你们 另外呢 给你们一笔银子 至少一点田地 或者做点小买卖 安安稳稳 过完下半生 小姐 你胡说什么呀 奴婢不会走的 奴婢要一辈子 跟在小姐的身边 洛染笑笑 没说话 她刚刚说的是真心话 如果有可能 她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不会像上辈子那样 本来洛染 还想去两个铺子里 去看看的 可因为遇上了傅金安 她心里总有些不安 有些害怕 再与那人遇到 便让福伯直接回府 小姐 到了 春雨看着高高的门楣 忍不住跑上前去 摸石狮子的头部 一 二 三 春雨姑娘 你在数什么呢 我听别人说 狮子头上包包数量 代表官阶 一品官员是十三个 从一品是十二个 可是 可是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呀 我们家侯爷 那是皇上钦锋的冠军侯 在百官之上 不论品的 佑青 不得胡言乱语 知道了 知道了 小姐喜欢低调 然而 然而 我等了你许久 佑青看清来人 惊喜道 宋公子 然而 你见我不高兴吗 上一世 宋青又 也是这个时候进京的 为了三月的会事 那时候 洛然已经知道 傅侍恒不喜欢自己 而喜欢二妹 所以他就想 如果宋青又肯相信自己 他就跟傅家退亲 嫁给他 不为别的 只为两人十几年的感情 可是他说什么 他说 然而 虽然你我共同长大 青梅竹马 可是这世间 总有不如意之气吧 你放心 如果傅家对你不好 我定会为你出头 原来是宋公子 什么时候来的京城 怎么没进去呢 佑青 去看看爹爹在不在 不必了 我刚从府中出来 洛伯父在呢 我是特意在这里 等然而妹妹的 佑青是打心里喜欢这位宋公子 觉得他才是小姐的良配 俩人又是从小一起长大 宋公子向来对小姐有求必应 幸好小姐要跟傅家退亲了 到时候 这个宋公子可就是小姐的夫君了 这么想着 佑青对宋青又更加热情 小姐 咱们别站在这里了 快进去吧 宋公子一路从江南过来 想必是惦记着您呢 佑青 宋公子拦着玉树 还未定期 不许胡说八道 坏了宋公子名声 佑青只以为 小姐这是护着宋公子呢 忙点头附和 是是是 小姐说得对 是奴婢欠考虑了 宋青又贪婪地看着洛然 天知道 他刚刚听洛伯父说 洛家要与傅家退亲时 是多么激动 所以他才不顾洛伯父阻拦 不顾千里奔波的劳累 迎着寒风站在门口等他 只想他第一眼就能看见自己 也想早点看见他 有什么话进去说吧 哎 好 差点忘记 然而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还记得吗 这是西城那家铺子的 你最喜欢的猪肉铺 不知为何 洛然一听到猪肉铺三个字 胃里一阵翻涌 忙转过身去干呕 小姐 您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早上出来的急 胃里不大舒服 奴婢夫小姐回去 一会儿 着人去请大夫 没事 回去喝点热水就好了 宋青又也紧张地问 然而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他一走近 那股肉味又扑鼻而来 洛然再一次忍不住干呕起来 宋青又愣在原地 洛然不想在外面这么狼狈 只匆匆道别 宋青又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事啊 只是想跟你说一声 我最近可能忙着科考 等科考一结束 我再来看你 洛然迟疑了一下 匆忙地应了一声 他怕再不走 真会忍不住吐出来 你在外面守着 不许任何人进来 嗯 宋青姐放心 我有的是力气 谁要想进去 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宋青来不及跟他多说 赶忙回身 将门窗关的岩石 宋青 给我倒杯茶水 宋青转身 很快回来 将茶盏递过去 怎么是清水啊 还是泡下茉莉花吧 小姐 您 您会不会是 会不会什么 宋青死死地咬着下唇 怎么了 想说什么说便是了 小姐 您的月室 已经过去半个月没来了 不 不会的 我看过医书 吃那药会影响月室的 要不 奴婢偷偷找个大夫 来给您瞧一瞧吧 不会的 不会的 我 我吃过药了呀 我明明已经吃过药了 话虽这么说 可一旦心里有了怀疑 就怎么也停不下来 胡思乱想 小姐 一会儿 您让人出去请个大夫 就说是奴婢病了 等大夫来了之后 您就装作是奴婢 让大夫把脉 骆然摇头 万一他真是 这样岂不是害了幼青 不行 小姐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万一到时候肚子大起来的话 你 你别着急 让我好好想想 幼青出来才发现 宋青佑竟还在院门口徘徊 宋公子 您怎么还没走啊 然而到底怎么样了 你怎么不叫人去请大夫啊 幼青见他脸上的焦急不似座位 心里替小姐高兴的同时 也有些为难 万一小姐 算了 看过大夫再说吧 屋内寂静一片 骆然忽然想起来 自己前世死时的那一天 他到现在也不知 自己是怎么死的 他只记得 那时他好绝望 浑身如无数只蚂蚁 啃咬的疼痛 也不如知道父亲死时 来的绝望 但虽然恨 却也有种解脱 世上最疼爱他的人都不在了 只留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手轻轻附上小腹 不知为何 就算没看大夫 他似乎也能确定 他的腹中真的有了小生命 只是这个孩子 终究是与自己无缘 骆然再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西沉 风又冷了起来 他朝着院中那抹身影走去 走近了 洛冉终于忍不住再问一次 清佑哥 如果让你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你会跟我走吗 这回 换成他问他 算是给自己一个死心 宋清佑微微一愣 不解道 去哪里 去哪里都好啊 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不要做你的状元郎 我也不要做侯府千金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不好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 等你跟傅家退了亲 我定会说服我娘亲来跟侯爷提亲 如果你不喜欢京城 那我就申请外放 带着你跟我娘 宋公子 洛冉仿佛从梦中惊醒 脸去眼中酸涩 再抬头 面上一片平静 是我唐突了 给宋公子道歉 然而 宋大哥 对不起啊 刚刚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别往心里去 嗯 你应该也刚到京城吧 下个月就会试了 我先祝你金榜提名 宋青佑仔细看着她的双眼 却什么也看不出 只好又问起她的身体 骆然摇摇头 谎称自己累了 便让佑青送客 宋青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佑青回来后 欲言又止 好了 你去准备准备 天黑后 我们从后门出去 另外让淳云守在门口 无论谁来都不见 就说我累了 早些歇息了 冬日的太阳总是落得比较早 刚刚深时 天就已经暗了下来 骆然将自己包裹岩石 还没到宵尽的时候 街上仍有人来来往往 骆然本想去一个偏僻一点的医馆 但想了想 又觉得不太安全 最后 还是选择了母亲嫁妆里的一个铺子 好巧不巧 最先楼就在去回春堂的必经之路上 小王爷 奴家敬你一杯 白嫩的大腿一抬 整个人坐到男人的怀里 奉上红唇 陆九尘面部驼红 狭长的眸子神色迷离 笑容颠倒众生 慵懒的半躺在榻上 衣襟大肠 露出白皙精壮的胸膛 大手揽上女子细腰 微微一用力 女子跌入其怀抱 笑得花枝乱颤 尽情享受着美人的伺候 一杯酒饮尽 余光扫过敞开的窗户 望着 小王爷 你看什么呢 难道比奴家还好看吗 怀中女子青纱落地 露出一副美好的铜体 蛇一般缠绕上陆九尘的身体 滚 陆九尘忽然坐起 一把推掉身上的女子 女子不明白 刚刚还一副享受至极的男子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虽然有些不甘 但面前这人 可是京城有名的顽固 无人敢惹 女人捡起地上的薄纱 灰溜溜出去 陆九尘看着街上熟悉的背影 嘴角露出一抹坏笑 洛染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别人盯上 带着幼青很快到了回春堂 为了安全起见 洛染特意装扮了一下 又带着围帽 不是特别熟悉的人 根本认不出来 回春堂里没什么客人 因为快打样了 店里只有一个坐诊大夫 和一个店小二 店小二看见来人 马上热情地迎了上来 两位小姐 是看病还是抓药啊 店小二愣了一下 忙道 原来是幼青姑娘啊 快请进 大夫和店小二 都是审室还在时的老人 忠心还是有的 幼青姑娘 可是侯爷和大小姐 有什么吩咐啊 老先生 您好 实不相瞒 这是我的远房表妹 特意来投靠我的 只是身子不适 请老先生帮忙看一看 姑娘请坐吧 老先生 我这位表妹面皮薄 咱们能不能进去看呀 既然是大小姐身边的丫鬟 面子总是要给几分的 便转身进了里面 表妹 这回你就放心好了 这是我们家小姐的铺子 最是可靠 大夫拿出脉枕 撕帕 半晌 大夫才缓缓收起东西 大夫 我表妹的身体如何 姑娘身体康健 无碍 又轻松了口气 洛染刚要起身 就听大夫诱导 夫人如今是双身子的人 行动切勿小心 洛染身子一晃 大夫 您刚才说什么 大夫这回看也没看他 一边往外走 一边道 又轻姑娘 老夫劝你一句 你是冠军侯府的人 一言一行皆代表着大小姐 切勿给大小姐抹黑 心中猜疑确定 洛染反而松了一口气 道 走吧 又轻只好扶他出去 临走前 又轻回头看着大夫和店小二 冷声道 今日之事 我希望你们二人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如果传出去 姑娘放心 老夫在沈家医馆十几年 还用不着你来教老夫如何做 又轻这才扶着洛染离开 只是两人刚离开不久 回春堂前又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直到前面的背影消失不见 才缓缓收回视线 抬头看了一眼 悬挂在门楣上的 回春堂三个字 抬脚入内 店小二刚收拾好 抬头卷又来了客人 立马又迎了上去 公子 抓药还是看诊啊 洛染回到府里 一进院子 春雨就迎了上来 紧张道 小姐 刚刚有个丫鬟 自称是二小姐的人 非要见您 被奴婢给赶走了 嗯 你做得很好 又轻也拍拍春雨的肩膀 继续看着 我进去服侍小姐更衣去 嗯 又轻姐放心 这里有我呢 又轻这才跟着进屋 关上房门 身子一软 差点跌坐在地 相反 洛染却出奇地镇定 又轻缓了好一会儿 才轻声道 小姐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呀 洛染双手付上小腹 那里平坦如初 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异样 又轻 这个孩子 留不得 不知为何 又轻忽然想哭 别过头去 擦去眼角的泪水 如果 我只是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上 拼了命我也会生下他 保护他 可是 可是我不能那么自私 一旦生下这个孩子 跌跌的一辈子 就会毁在我的手里 我不能 小姐 别怕别怕 有幼青在呢 奴婢明日便出府 让大夫 给您开一副管用的药 保管您不疼 靖国公府西院 傅金安从练武场回来 刚刚沐浴过后 身上随意地穿着一件 玄色长衫 从御方出来 便看见一个男子 歪靠在外间的踏上 把玩着手里的玉佩 腰野地朝自己笑 一大早从哪个 制粉队里爬出来的 滚去洗干净了再来 被骂了 陆九尘也不生气 好脾气地坐起身 暧昧地朝内室 扬了扬下河 用你的预防 傅金安冷冷地 看了他一眼 视线下移 落在他的腰腹 你确定要坐下面的那个 陆九尘忙用双手捂住 大叫一声 休想 傅金安转身 坐到他对面 冷笑 哼 那就滚 陆九尘起身 气呼呼走到门口 忽然又停下 回头朝他眨眨眼 我沐浴可是很慢的 希望你别着急 傅金安低头倒茶 没理他 陆九尘耸耸肩 转头离开 一边走 一边摇头晃脑的银纵 几度春风细为账 残红落处 硬必逃 十月运成文武相 雨军 雨军在西方草原 傅金安 傅金安端着茶盏的手 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然后放到唇边 掩盖住轻轻勾起的嘴角 陆九尘沐浴回来 见这人还在 稳如泰山的品茶 不禁凑过去 仔细看了看 真的不着急啊 还能跑了不成 陆九尘撇撇嘴 又眉骨头似的 摊在榻上 双手枕在脑后 饶有兴趣地 看着身旁的人 你猜我昨晚 为什么睡在最先楼啊 为何 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他身边那个小丫鬟 今日一早 可是又去了回春堂 我可是特意去问了 那个小丫头 抓的可是堕胎的药 傅金安拿起旁边的帕子 慢条丝里地 擦拭手上的茶字和碎片 表情阴质 我可是守了一晚上 你说说怎么谢我 你想要什么 就你后院的妙言姑娘吧 虽然长相一般 但那两只小兔 着实喜人啊 长颖 把人送到亲王府 是 陆九尘心满意足 过了一会儿又问 你到底怎么想 不会是真想 给自己留个后吧 哼 想生我的孩子 洛家也配 这时 丫鬟上来 收拾茶盏的碎片 规规矩矩 连眼睛都不敢乱看 陆九尘看了两眼 就嫌弃地移开了视线 带小丫鬟出去 他才问道 你想干什么 别想像上次一样打罚我啊 你说 如果以此做交换 洛德运那个莽夫 会不会将水军战略图交出来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 不然呢 我还以为你终于要开始报仇了呢 当年陆老爷子跟老敬王 沆瀣一气 以至于这人小的时候 受那么多折磨 却说与当年那件事 有关的当事人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可还有活着的不是 只是 从一个女子下手 一向怜香惜玉的陆九尘 竖起大拇指 从喉咙里寄出了几个字 你够畜生 我若是畜生 你是什么 陆九尘一噎 竟无言以对 这边 洛冉因为一晚上都没睡好 早上起来便晚了一些 待宥青抓药回来 他才刚刚熟悉完 宥青见春雨守在门口 低声道 小姐 药奴必抓回来了 只是现在人多眼杂的 等晨午 大家都欣赏的时候 卢必偷偷去监卷 大夫说 只要喝下两三个时辰 就能有反应了 那个时候正好天黑 诺冉眼帘微锤 轻轻点了点头 宥青以为他在害怕 安慰道 小姐 你放心吧 大夫说过了 胎儿十日前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而且 奴婢还抓了 其他温补止血的药 诺冉又点点头 他说不清自己现在是什么感受 上一世 他不明不白地被毒死 重活回来 对洛如雪和傅士恒都恨到了骨头里 可现在想想 他马上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跟他们又有何区别呢 小姐 诺冉正沉浸在无尽的愧疚中 春雨忽然进来 小声地唤了一句 怎么了 侯爷派人过来了 说请小姐有时间的时候过去一趟 诺冉点点头 收起思绪 用了早饭 这才往父亲的院子里去了 推开书房的门 就看见两个丫鬟打扮的人站在一旁 父亲 您找女儿来 是有何事 洛德运站在书岸后 指着旁边的两个丫鬟道 这两个人 你先领回去用着 观察一阵 你再决定是留是不留 这是大小姐 以后你们要尽心伺候 如果被本侯发现 你们有二心 本侯绝不留你们苟活于世 听见没 两个丫鬟忙跪下 是 奴婢定当尽心竭力 伺候小姐 绝无二心 是 奴婢定当 谐心尽力伺候小姐 绝无二心 又转过身 朝洛运磕了个头 奴婢子竹 奴婢子福 参见大小姐 参见大小姐 洛运高兴地点点头 朝父亲感激地笑笑 洛德运见女儿高兴 他也高兴 又道 你先让她做二等丫鬟 等以后熟悉了再说 另外 你出门尽量带着他们一个 他们会些拳脚功夫 省得再被人欺负 洛德运送洛运出来 想摸他的头 又觉得女儿大了 行为不妥 便收回了手 好了 你先回去歇歇吧 爹爹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晚上回来陪你用晚饭 好 然而等着爹爹 洛运带着紫竹和子福 回了宁乡院 只是还没等走近 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院子门口 还有吵吵嚷嚷的声音 他们又想做什么呀 又轻听到有二夫人的声音 气得跺脚 洛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要继续往前走 就见紫竹和子福忽然上前一步 大小姐小心 卢宾们先走 洛运也想看看两人的本事 正好是个机会 便跟在两人后面 走近一些 听得更清楚了 春雨的声音 不管你是二夫人还是三夫人 我们小姐没在 任何人不得入内 李氏气得鼻子差点歪了 她自打嫁进洛家 就没受过这种气 大夫人那个短命鬼 生下洛运没几个月就去了 老夫人虽然张罗着 给侯爷娶个纪式 可侯爷情深说什么也不同意 说急了就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 去了江南 一走就是十五载 这十五年 冠军侯府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她在操持 出门做客 谁不当她是侯府主母供长 就连宫里的皇后娘娘见了她 也亲切有加 可这一切忽然就都变了 从他们大房两个多月前回京开始 先是洛连那个小贱蹄子 让自己损失了那么多银子 后又儿子被打得吐血 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不敢吭声 现在更是 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丫头 也敢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李氏哆嗦着手 指着春雨 大喝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啊 把这个死羊头给我捆起来 乱怪打死 两个健壮的嬷嬷就要上前 春雨一闪身 凉巧地躲开 一脚踹在其中一个婆子屁股上 抡起手中的竹竿就打 你们就是打死我 也休想进院子一步 哼 打 给我往死里打 这冠军侯府 还没有我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 哦 是吗 那我今日倒要看看 二婶是怎么进我的院子的 紫竹 紫芙 是 是 紫竹紫芙 拨开人群 三下两下 没等众人看清楚怎么回事呢 两个婆子就被一人一脚踩趴在地上 大姐姐好大的威风啊 不知什么时候 骆如雪爷来了 走到骆染身前 冷笑着说 我母亲被侯府操劳半生 你竟然如此目无尊长 难道大伯 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父亲是如何教导我的妹妹不用管 我倒是想知道 哪家府里的婶婶 会无缘无故带着这么多人 来硬闯侄女的院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骆染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呢 我娘这是担心你身边人伺候的不够 特意来给你送了丫鬟来的 你就是这么对待她的 亏了我娘整日担心你回京不习惯 而你却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母女俩哭作一团 那我倒要谢谢二婶了 只是回京两个月 二婶说过年腹中忙碌 拨不开人手给我 我也不好麻烦二婶 这不 又轻是忙里又忙外的 可算将这个年过去了 刚刚爹爹叫我 特意送了两个人给我 就是怕麻烦二婶 这下二婶可以放心了 我这里不确认了 李氏停止了哭声 看看仍压着婆子的紫竹和紫符 又看看春雨 哎呀 还是侯爷想得周到 怪二婶错怪你了 既然都是你院子里的人 那以后就要懂些规矩 这样吧 哦对了 还忘了跟二婶说了 外祖母前些日子说 要给我送个嬷嬷过来 据说是功力出来的 规矩一顶一的好 到时候又轻他们都跟着学 如果二婶一想整顿身边的人 到时候可以问问嬷嬷 方不方便 啊 那那倒不用了 我院子里的人都规矩得很 哦 那就好 以后可别再闹出 硬闯侄女院子 这么没规矩的事就好了 既如此 我就不留二婶和二妹妹了 李氏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又不能跟她硬碰硬 见塞人不成 扭头就离开了 洛如雪看了一眼 紫竹和紫符也走了 好了 都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 洛如雪走到春雨旁边 掀开她的衣袖 奴婢一开始不小心 被一个丫鬟抓了一把 不过小姐放心 您没回来之前 奴婢已经还回来了 没吃亏 真的 洛如雪笑没说话 转身进了院子 让又轻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她站在廊下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又轻 今日护院有功之人 这个月月利银子翻倍 春雨另外多少十两 得到赏赐的都笑成了花 纷纷行礼谢恩 洛然又接着道 还有一些看热闹的 罚月银三个月 如果不服 竟可以去找祖母 离开我宁相约 受到罚的 虽然脸色不大好 但也不敢吭声 最后也都行礼谢恩 处理好院子里的事 眼看着也要赏武了 小姐 奴婢现在去 先等等 又轻刚想问等什么 就听门口的婆子来回话 大小姐 老夫人有请 你看这不就来了 肯定又是二夫人和二小姐告状去了 门口的小丫鬟见洛染过来 连忙掀起了门帘 刚迈进一只脚 一只茶盏迎面飞来 紫竹手快 一伸手便稳稳接住 抬头又看见二婶和二妹妹母女俩 都在低头抹着眼泪 仿佛没看见自己进来 还没能说话呢 就见洛老夫人气急败坏地指着她 滚 滚去外面跪着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再进来 洛染起身 离开 出奇地干净利落 洛老夫人指着她的后背骂道 你们看看 看看她这是什么态度 哎呀 母亲 您欠我动怒 身体重要啊 祖母 姐姐她才刚刚回京 还不习惯呢 您别怪她 小姐 地上凉 有情 我没事的 然然 表哥 表姐 沈希晴快步上前扶起她 你怎么在这里跪着呀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们要来 是的 如果知道他们来 她绝不会让二婶他们得逞 因为她不想让真正关心自己的人担心 哎呦 原来是沈公子和沈小姐啊 快请进 老夫人身边的杜嬷嬷听到动静出来 笑着迎接二人 沈希晴紧紧挽着洛然的胳膊没看她 沈玉芝深深看了一眼洛然 这才抬步入内 沈希晴扶着洛然紧随其后 玉芝给老夫人请安 哎呦 变得这么快 老夫人 冉冉自幼离开京城 与孤障相依为命 妹妹想起这些 祖母总是夜不能寐 所以还请老夫人看在祖母 以及市区的姑母份上 带冉冉宽容一些 冉冉不善言辞 但却心地善良 冉冉 你这么多年不在京城 是洛二小姐替你在老夫人面前尽孝 所以无论二夫人和二小姐说什么 做什么 你都应该拿出猴府敌女的心胸 宽容一些 洛如雪脸一白 焦急地看向母亲 什么叫她替洛染镜像啊 为什么要对自己和母亲宽容 怎么听起来 好像她跟母亲瞒不讲理 容不下刚刚回京的洛染似的 是 表哥教训的事 冉冉记住了 祖母 是冉儿的错 冉儿没有说清楚 让您老人家担心了 还有二婶 二妹 下回你们再去我院子 别说硬闯 送几个人进去 就算拆了伤了 我也绝无二话 什么硬闯 什么三人呢 李氏脸一白 慌忙跪下 佑青 你是大小姐身边的人 应该知道事情始末 讲讲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有所隐瞒 或者胆敢说谎 我立刻让表妹发卖了你 语气严肃 吓得佑青慌忙跪地 但却言语清晰 将刚刚发生之事 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 末了 又轻发誓 奴婢所言 千真万确 如果有一个字说谎 天打雷劈 老夫人若是不相信 可以叫其他的人来问 当时很多人都在场的 娘 娘 娘 您怎么了 洛如雪忽然扑到 晕倒的李氏身上 祖母 娘每天操持府中诛事 天天累得都觉得睡不好 她也是因为担心姐姐 这一时着急才 做不好可不做 难道冠军侯府没有其他人了吗 见老夫人面露犹豫之色 又道 所谓家有家法国有国归 如果老夫人觉得实在为难 晚辈可以让父亲禀名皇上 派人替老夫人来管 你 老夫人面色难看 最后咬牙道 雪儿 既然你母亲身体不好 从今日起 便让她在院子里静养吧 什么时候身体好了 什么时候再说 是 雪儿知道了 雪儿会照顾好母亲 不让祖母担心的 老夫人看了一眼落然 又道 从今日起 府中诛事 攒由大小姐 祖母 孙女刚回京 对许多事情都不熟悉 前些日子 是有三婶在旁协助 这才没出了乱子 如今 三婶临盘在即 孙女是万万不敢逞强的 老夫人见她不是谦让 是真的不想管 便也没坚持 便让杜嬷嬷代劳一段时日 从宁福院出来 沈玉芝叹了口气 然而 你受了委屈 为何不与我们说 你们就算不来 我也不会归很久的 飘哥 飘姐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对了 上次答应你的盆景 我学累些 总算有些眉目 等过些日子找到了 就给你送来 诶 什么盆景 我怎么不知道 洛冉明白表哥的意思 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道 嗯 前些日子 表哥答应我的 哦 原来如此 不过盆景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今天啊 可是给你带来了一个好东西 说着 沈希晴拉着洛冉 迫不及待地往他院子里去 沈玉芝看着两个女孩的身影 微微一笑 骆然走后 杜嬷嬷端了茶 放到老夫人手边 苦着脸道 哎 老夫人啊 您这可是给奴婢 找了个好差事啊 杜嬷嬷从小就服侍在老夫人身边 说起话来 比别人更自在些 你也别谦虚 你什么本事 我还是知道的 老夫人 这下个月 就是二小姐的吉吉礼了 您这个时候 建了二夫人的族 今日幸亏老大不在呀 否则你以为 老二家的现在 只是进个族这么简单 啊 那倒也是 可是 既然这样 你为何还要罚大小姐呢 不罚她 她怎会知道 这是在京城 不是在江南 这府里主子奴婢啊 上上下下百石余人 岂能还是她父女俩 原来逍遥自在的日子呀 还是老夫人英明啊 英明有何用啊 她不还是自己张罗着退亲 那刚刚 您为何对沈公子那么 你也看出来 我对玉芝那个孩子不同了 难不成 老夫人是想等大小姐退了期 再跟沈家 亲上嫁妻 不可 为何 半上老夫人都没说话 雪儿那孩子啊 喜欢矢恒 可是矢恒却不适合她 啊 为什么呀 靖国公府 如今虽然看着光鲜 但自打老国公起 已经三代没有出色的人了 虽然有那么个人 可你看看 他哪有一点 是向着靖国公府的呀 这么下去啊 不出两代 靖国公府就会在京城权贵中 慢慢的被淹没 可是沈家不同 你别看沈家是个清贵之家 但是百年世家读书人的气节 却不是说没就没的 沈伯理虽然现在只是从三品 可那也算太子半个老师 下一任首府 非他莫属 而且你再看看 今日预知那孩子 哪怕是在我面前 也丝毫没有胆怯 反而句句在理 让老二家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乖乖回去受罚 最重要的呀 沈家老夫人和王氏 也不是那戳磨媳妇的人 雪儿性子娇 任性 只有到了宽厚之家才能包容她 建国公夫人哪 不行 老夫人果然还惦记着二小姐的 都说我偏心 可人心本来不就是偏的 一个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 一个却不把我放在眼里 换成谁啊 都会这么做的 可是大小姐退了期 奴婢看沈家的样子 定会选大小姐的呀 所以不能让她退亲 洛染这边回到院子 就看见院子里放着一个竹笼 上面窝着一团雪白毛茸茸的东西 那是什么 姑娘家就没有不喜欢小动物的 何况是那么雪白 那么软糯的小东西 沈玉芝温润地笑笑 上前打开笼子 一只手捏着小东西的后脖子拎起来 表哥 你轻点啊 沈玉芝笑笑没说话 将猫抱在怀里 小猫似乎感觉到了 身子动了动 窝在沈玉芝的怀里继续大睡 这是送我的 当然了 要不然我们抱这儿来做什么呀 别怕 你像我这样 据说这是波斯那边弄过来的 京中很是少见 我也只是偶然间遇到的 想到你会喜欢 便给你送了过来 嗯 我喜欢 表姐呢 表姐也有吗 算了吧 让我玩一会儿还行 养它 我可没有这个耐心 那好 我养着 表姐什么时候想看了 就过来 嗯 行 沈家兄妹又陪洛然逗弄了一块小猫 一起用过午饭才离开 人都走后 又轻看着小姐仍爱不释手地抱着那只小猫 忍不住提醒 小姐 那药 晚上的吧 嗯 也好 现在人多 晚上更加方便一些 只是 咱们得早些喝 省得 我知道了 不知为何 洛然忽然有些心烦 打断了又轻的话 冠军侯府西院 此时 陆如雪正在母亲房里哭诉 娘 祖母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会帮着万人欺负您呢 哎呀 你别担心 或许你祖母啊 只是碍于沈家的面子 不得不做做样子 你放心 啊 无论如何呀 娘也不会耽误你吉吉礼的 娘会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吉吉礼 把洛然那个死丫头压下去 可是 万一沈家总这么来掺和可怎么办呀 不会的 娘 您是不是有什么法子 如今你大伯父没娶亲 他们沈家自然总有借口上门 可一旦你大伯父娶了妻子 洛然势必会跟祭母不和 如此一来 沈家自然也就对洛家不满 到时候 他们还会再动门才怪呢 可是 娘您不是说过 万一大伯父娶了妻子 这个家 不就大伯母说的算了吗 到时候 您岂不是要把管家权都交出去吗 所以呀 咱们就让你大伯父 娶一个听话的 听话的 对 随后换来身边的张嬷嬷 嬷嬷 你去给我嫂子送封信 就说 我为她表妹 找了个好人家 天色渐渐暗下来 又卿趁着大家这个时候 都忙着用碗膳 便偷偷熬好了药 小姐 外面奴婢都已经安置好了 就连子竹子服 也让奴婢给打发了 一会儿 您喝药的时候 奴婢哪里也不去 就守在您的跟前 不用怕 诺冉看着面前 整整一大碗黑漆漆的药 仿佛漩涡 人一旦被吸进去 就会万劫不复 小姐 您慢点喝 别烫着了 小姐 嗯 怎么了 小姐 要不 要不咱们不喝了吧 大不了 大不了咱们以后 不让人发现就是了 藏得过意识 以后呢 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难道让父亲 让沈家都因为我蒙羞吗 似是心中做了决定 再看那碗药 好像也没那么苦了 她端起碗 索性要一口气喝个干净 只是唇瓣刚碰上碗边 外面忽然一声巨响 吓得差点打翻了药碗 小姐 你别着急 奴婢去看一下 一出去 就看见春雨脸色惨白地站在院子里 手足无措 怎么了 只见中午表少爷和表小姐送来的那只小猫不见了 原本幼青打算等小姐吃了药 就在厢房找个地方安置的 却没想到这么大会儿功夫 猫就不见了 怎么回事 刚刚我守在门口 就听见外面一声巨响 便下来看看 谁知 没等我走到院门口呢 猫忽然从我背后窜出来 往那边跑了 宇佑青看看春雨指着的方向 回头看看屋内 你先等一会儿 一会儿 还是先去找猫吧 那是表哥费了好大力气弄来的 别浪费了他的心意 是那药 没事 你们去找 剩下的 我回头就喝了 那好吧 小姐 你趁热喝 等奴婢回来收拾 嗯 快去吧 省得一会儿跑远了 天又黑 不好寻 宇卿这才把子竹子符 加上院子里的 粗屎丫鬟婆子都叫出来 大家一起绕着 宁乡院的周围 开始找猫 喵喵 喵喵 喵 喵 刚进屋 整个人便张在了原地 屋里只有一只昏黄的灯竹 明明暗暗 照在男人的脸上 傅金安坐在 刚刚洛染坐过的地方 面前还放着 洛染喝了一半的药汁 一团白蓉蓉的团子 舒服地趴在他的怀里 傅金安修长的手指 漫步惊心地拨弄着猫咪的脖子 坐吧 愣在那里做什么 洛染这才意识到 有人反客为主 谁让你私自进我的院子的 难不成又是奉了皇上之命办案吗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皇上又如何 那千万指挥师大人 天色这么晚 未经他人允许 擅自闯入女眷内宅 所为何事 傅金安手指捏着猫的脖子 微微用力 猫忽然尖叫一声 刚要伸出爪子 对上男人的视线 又老老实实地缩了回去 傅金安看着有意思 又用了些力 猫浑身颤抖 却不敢伸爪子了 只呜呜叶叶 朝洛染可怜地叫着 傅金安松了手 温柔地抚摸着他的毛 这才怪 再不听话 把你皮活剥了做手炉 傅金安抬头看了洛染一眼 又看看面前的那只药碗 在洛染的注视下 只见他一手拿着药碗 一手捏着猫的后脖梗 拇指与食指微微用力 猫被迫地张开嘴 将大半碗药汁灌进猫的嘴里 直到碗里最后一滴药汁落下 傅金安这才松了手 终于得到解放的小猫 蹭了一下 贴着洛染脚边跑过去 洛染僵硬地低下头 看着自己被猫弄脏的裙摆和鞋尖 眼前忽然模糊一片 扶着旁边的门框 才看看站稳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游戏开始了 不是你说结束就结束的 洛染此时终于意识到 自己到底招惹了什么人 他吻了吻心神 又问了一遍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两条路 一 我可以给你夫妇人的体面 但孩子不能留 第二条呢 洛染的指甲抠近掌心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嫁傅家 第二嘛 孩子你可以打掉 傅家你也可以不嫁 但是 我要看到你父亲的水军战略图 你做梦 孩子是我的 我想留便留 不想留便不留 与你无关 至于我爹爹的水军战略图 你 你省也别省 被拒绝 傅金安并未生气 反而笑得如沐春风 那好啊 那咱们就走着瞧 看看没有爷的同意 你能不能悄无声息地 弄掉你父中的孩子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生下的 只是我劝你 还是先想想清楚 你父亲和沈家 能不能丢得起这个人 你 你无耻 洛染脸色惨白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之人 别急啊 慢慢想 离生产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我有足够的耐心 哦 对了 忘记告诉你了 你上次吃的那个 祖猪丸 是宝胎密药 整个大井 也就这一刻 也给你弄来了 也对你是不是很好 嗯 尾音上挑 眼神略过某处 发现似乎比前些日子更大了些 傅金安眸子暗了暗 转身离开 洛染不知道自己在地上站了多久 直到脚麻了 外面响起又清他们的声音 他才微微回神 一点点挪到榻边 身子一软 跌坐在榻上 就听又清站在廊下 不知道对谁说 赶紧把猫抱下去 清洗干净去 这可是表少爷 费了好大力气 弄来给小姐的 你们可都仔细照顾着 万万不可再让他跑了 一进屋 又清就不自觉 看上炕鸡上的汤碗 见碗底干净 这才微微松口气 小姐 猫已经找回来了 说来也奇怪 和花糖那么厚的冰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掉下去的 幸亏大家发现得早 要不然呢 就要被冻死了 诺冉缓缓抬起头 他知道又清在宽他的心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我累了 想睡会儿 是 奴婢就守在门口 小姐若是有不舒服的 就换奴婢 又清出去后 诺冉吸了屋内 仅有的一盏灯 放下床慢 何一躺在床上 他有些冷 浑身止不住颤抖 裹紧了被子 还是冷 一觉醒来 天微微有些亮 门口传来 嬉戏苏苏的声音 又清 一夜不知进来 看了多少遍 听到声音 总算松了口气 可同时 又有些气氛 这个老大夫 开的这是什么药啊 一点也不管事 小姐 您别担心 一会儿奴婢再去 诺冉就着她的手起身 摇摇头 算了 算了 那个药 我没喝 可是 又清还想说什么 终于还是忍住了 吃过饭 照常去宁府院请安 陆九成 一脸坏笑的 看着对面之人 怎么 昨晚坐了哪个姑娘闺房 看样子还是个泼辣的 经过一晚 脑痕已经开始结痂 傅金安略过一眼 没说话 陆九成也不在意 对了 听说官员又有变动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仇啊 至于你何干 陆九成撇撇嘴 给自己倒满了酒 放在鼻尖下 吻了吻 品了一口 过了一会儿才到 跟我当然没什么关系 我的任务就是花天酒地 做一个合格的 顽固小王爷 倒是你 听说皇上 驳回了靖国公的折子 连靖国公 想给你那个便宜弟弟 某个城门史的差事 也没成 你猜 这是为什么 看来你最近胆子是真的大 连圣心都敢揣测 也不怕亲王知道剥你的皮 没意思 开不起玩笑 算了 我还是去找我的桃红姑娘了 对了 你还不知道吧 一春院来了个姑娘 名叫桃红 豆蔻年华 还没开包 长相那叫一个水灵啊 前些日子也不知道 哪个院大头 出了一千两银子 要给小娘子破瓜 谁知道最后 是那家伙不行还是怎么 竟临阵逃脱了 反倒便宜了我 陆九成盯着傅金安坏笑 滚了 兄弟 谢了啊 陆九成刚走不久 就见靖国公黑着脸过来 长影刚要进去通报 被一脚踢开 那个畜生的 华洛便看见一道身影 站在自己面前 足足比自己高了一个头 靖国公的气焰 顿时矮了一截 老夫人 哎呀 大喜 大喜啊 哎呦 杜嬷嬷因为激动 脚下一个猎气 差点摔倒在门槛上 洛如真捂着嘴偷笑 老夫人 大喜啊 到底是个什么喜事 嬷嬷倒是说呀 这把我们看得这个着急呀 你这个老家伙 什么事给你高兴成这样啊 快说吧 别让这些孩子们看你笑话 哎 老夫人 生了 生了 哈哈 表少爷生了呀 可是听说是哪个妾是生了 生的男女啊 哎呦 老夫人 你想哪儿去了 老奴师说 表少爷升官了 正无品的几世中 过不了几日 全家就都搬到京城来了 啊 真的吗 老夫人这上半辈子 若说最大的心病 恐怕就是娘家了 跟洛老爷子这么多年 虽然没得个告命 却也做了官夫人 后来儿子争气 自己挣了个爵位回来 她跟着水涨船高 得了个二品告命夫人 老夫人开始关心 侄子一家什么时候进京 住处可安排好了 从头到尾问了个遍 老夫人请放心 报信的人啊 就在外面呢 老奴师就把人请进来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 不一会儿 一个嬷嬷打扮的夫人进来 自称是秋嬷嬷 秋嬷嬷言语爽利 几句话就把老夫人 关心的问题给说清楚了 老夫人一听 侄子一家二月末就能进京 正好赶上雪儿吉吉礼 可不是吗 我们老夫人也是这么说的 她口中的老夫人 也就是李氏的母亲 老夫人的寡嫂 老夫人听秋嬷嬷 说侄子一家打算先租个宅子 顿时不高兴了 转头吩咐杜嬷嬷 你去把东边那院子打扫出来 他们刚进京 出去租宅子 算怎么回事啊 总归家里地方大 先住着吧 什么时候看好了宅子再搬 也不迟 此时二房也刚刚接到消息 骆如雪迫不及待地跑到母亲院子里 高兴的 娘 舅舅升迁了 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进族了 李氏也笑得合不拢嘴 娘家好 她的底气更足 骆染那个死丫头为什么敢这样 还不是仗着沈家吗 现在好了 哥哥一家进京 以后她也是有娘家撑腰的人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两个伤的 两个被禁足 整个二房都被一个臭丫头压得喘不过气来 骆红俊也从屋子里出来 听到姐姐和母亲的对话 不过是个镇无品的小官 你们至于那么高兴吗 哎呀 你个死孩子 有你这么嫌弃你舅舅的吗 娘 你之前不是说想把我过继给大伯吗 怎么没见你跟祖母说呀 怎么 你这是急着管别人叫爹娘呢 骆红俊一看母亲生气 猛跑过去抱着她的胳膊撒娇 哎呀 娘 您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过继的事情不是您先提的吗 是啊娘 就算是俊儿过继给了大伯 还不是个您亲吗 那个死人就剩下个牌位了 您说 您跟个牌位吃什么味呢 哎呀 我可不是就想过完年 跟你祖母说的吗 谁知道骆染那个死丫头 接二连三地搞事情 搞得我呀 揪头烂额 一时把身事忘了 你们别急啊 等你外祖母来了 正好趁着大家都在 一起劝你大伯 这事啊 差不多就成了 骆红俊本来一想到 自己挨的那一脚 现在还忍不住哆嗦 只是想到以后 自己就是冠军侯世子 过几年大伯死了 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冠军侯 多挨几脚都不在意了 果然 没等到晚上 骆染就听说 二房都被放出来了 幽青气道 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算是做做样子 也不至于这么短的时间 就把人给放出来吧 骆染笑笑 意料之中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可值当生气的 果然 李氏解了禁足 没一会儿 就往凝乡院来了 骆染听说的时候 对幽青道 能 你看看 这不来了吗 幽青撇撇嘴 出门迎接 奴婢 给二夫人二小姐请安 李氏淡淡地应了一声 我大姐呢 回二小姐的话 小姐在屋里呢 二夫人二小姐请进 骆如雪刚要开口 被李氏一个眼神制止了 故意大声道 没关系的 我进去看看染儿 让大家都以为 骆染不敬长辈 竟要长辈主动去见她 幽青嘴也不是闷葫芦 顺势道 多谢二夫人体恤 前些日子 大少爷那一脚 我们小姐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利索呢 早上强忍着去给老夫人请安 这一回子 刚吃了药 四两拨千斤地顶了回去 李氏一噎 抬脚进了屋 二婶来了 快请坐 哎呀 说来也怪二婶啊 最近啊 实在太忙了 就忘记了让俊儿那个臭小子 来给你赔礼 嗯 无妨 一家人嘛 早点晚点都没关系的 等俊儿身体好些了再来也不迟 只要知道自己错了 才是最重要的 您说对不对啊 二婶 李氏愣了一下 今天是个好日子 咱们不说那些不高兴的 大姐啊 你听说了吗 我舅舅升迁了 月底啊 就要搬来京城了 正好赶上我的吉吉礼 嗯 听说了 恭喜二婶 今日来可是有事 洛如雪扭捏了一下 又抱着洛然的胳膊撒娇 姐姐啊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那日在花园 我真的不知道 世衡哥哥也在 要不然 我不会 啊 二妹说什么 我不记得了 哼 姐姐大人有大量 师妹妹想错了 嗯 是 然而不生气就好 哎呀 这几日啊 你妹妹整日茶不思 饭不想 就担心你生她的气呢 你看 我就说你大姐 有侯府嫡女的样子吧 才不会跟你一个小孩子计较呢 洛然垂下眼帘 没接话 啊 对了 嗯 雪儿她不好意思跟你说 她是想问问 你吉吉的时候 那只簪子 在哪里买的呀 嗯 这眼看着 就要到三月初二了 雪儿对这些簪子 都不太满意呢 洛然就说 他们母女没事 绝不会一起来她的院子嘛 哦 二婶说的是那只簪子 我也不知道 是我外祖母送的 我听说 李家老夫人过系日子 就进京了 没准就会送给你一个呢 毕竟她老人家 那么喜欢二妹妹 李氏脸上有些不好看 谁不知道 李家日子并不好过 还要住在别人的府里 李氏跟洛如雪 目的没达成 有些不高兴地离开了 小姐 这是侯府的夫人吗 这脸皮厚得跟猪婆子 没什么两样啊 一句话 逗得洛然和幼青 笑个不停 春雨过来道 小姐 这是沈家的来信 洛然接过信 看完露出一抹笑容 小姐 沈老夫人说什么了 您怎么这么高兴啊 之前拜托外祖母 找个可靠的嬷嬷 外祖母说找到了 过几天 等人到了我就去看看 觉得行了 就领回来 沈老夫人找的人 必定是信得过的 这可比让某些人 趁机塞人好多了 嗯 是啊 等嬷嬷来了 就让她负责院子里的事 到时候 你跟春雨 分别带着紫竹和紫符 轮流跟在我身边 剩下两人留在家 守着院子 幼青跟春雨点点头 表示明白 晚上 洛然对幼青道 东西呢 小姐 您要这么多的树腰 做什么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挥退了屋里伺候的人 让春雨和紫竹 守在外面 洛然这才缓缓退去 层层衣裙 少女的动体 紧致白皙 在烛光的映衬下 泛着盈盈光芒 真是应了那句话 多一分则易 少一分则亏 先能何度 静态极言 洛然抬手抚摸着 依旧平坦的小腹 看着镜中的自己 然后缓缓拿起 一旁的树腰 小姐 小姐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既然打不掉她 只能暂时先委屈她了 幼青 你过来帮我 累紧一些 可是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过几个月 夏季一群单薄 那时候 嗯 没关系的 我想好了 这两三个月 我们小心些 把该做的事情 抓紧做完 然后我就称病 去城外庄子上 住些日子 我就不信 那人能手眼通天 总有办法留掉的 几声清脆的掌声响起 说得好 若能手眼通天 那岂不成神仙了 你 幼青刚要出声呵斥 看清来人 脸色刷得惨白 但还是壮着胆子 挡在洛然身前 洛然第一反应 就是穿衣裳 可手边除了树腰 别无他物 若想拿到衣裳 必须从幼青的身后出去 走到两步外的床边 短暂的惊慌过后 洛然反而冷静下来 你先出去吧 小姐 幼青担忧地看着她 又回头怒目而视 某个已经悠哉 坐到踏边的男人 仿佛到了自己家一般 洛然点点头 不是 去吧 幼青这才缓缓挪动脚步 一步一回头地出了屋子 幼青姐 门外春雨欲言又止 幼青摇摇头 浑身紧绷地站在门口 时刻注意里面的动静 幼青出去后 洛然强行压下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神色淡然地走到床边 背着男人一件件穿好衣裙 回过头 妩媚一笑 只会是大人 可看够了 傅金安丝毫不觉得自己夜闯女子闺房 撞见女子郊区有何不妥 反而认真地想了想 比前些日子确实胖了些 你 饶氏洛然脸皮再厚 也抵不上这个人的不要脸 傅金安见对面的女孩一张俏脸 因为生气 红扑扑的 甚是可爱 抬手指了指对面 再一次反客为主 坐吧 洛然站着没动 傅大人有话直说 说完快走 我这里不欢迎你 傅金安也不生气 余光看见窝在榻上 睡得正憨的小猫 他可比你乖多了 嗯 我从不跟一个畜生计较 逞强可不是个好习惯 前几日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刚刚不是听见了吗 我哪条路也不选 我死也不会加入傅家 至于我爹爹的水军战略图 你做梦 傅金安抬头看了他一眼 有些遗憾地摇摇头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傅金安轻笑一声 两根手指轻轻地捏着将军的一只脚 锋利的爪子露出来 小东西 你早晚有一天把你的爪子摆干净 也不知他说的是猫还是人 洛冉浑身一颤 傅金安看他 眨了下眼 别怕 没说你 洛冉不敢再顶撞这个人 这些日子 他也不着痕迹地打听了许多这个人的事情 这人根本就是个恶魔 行为乖利 杀人不眨眼 不分善恶 是皇上手中名副其实的刽子手 傅金安今日也是出京办事 回来时路过冠军侯府 便心血来朝过来一趟 却没想到 正遇上他跟右倾正在说话 见时间也差不多了 既然你考虑好了 我也不勉强你 咱们就走着看 各凭本事 看谁能笑到最后 傅金安走到洛冉跟前 用刚刚捏过将军爪子的手 捏起洛冉的下颌 抬起 头一点点低下来 在马上就要碰到洛冉鼻尖的时候 才堪堪停下 两人近在咫尺 呼吸相交 他闭上眼睛 浓密的睫毛垂下 遮住了他灵力的眼神 梁博的唇 一点点从洛冉的额头 一路向下 徘徊于其颈窝处 虽然没碰上他的肌肤 却比哀上更让人心痒难耐 傅金安陶醉地深吸了口气 缓缓睁开眼睛 嘴角上扬 很香啊 不过告诉底下伺候的人 下回就不要用百合花做经友了 对胎儿不好 洛冉忍不住地浑身颤抖 双手死死地握成拳 愤怒地看着眼前的人 傅金安抬手附上他的眼睛 洛冉本能地闭上 睫毛划过掌心 酥酥麻麻的 想杀我 光靠眼神可不行 傅金安往他耳朵里吹了口气 知道男人什么时候警惕性最低吗 不等洛冉回答 轻声道 行方是 所以你若真想杀我 我不介意将那晚的事重来一次 人什么时候离开的 洛冉完全没注意到 整个人都被巨大的恐怖和窒息笼罩 待自己回神时 右倾已经站在他面前 扶着他手臂的手还在微微颤倒 小姐 要不 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侯爷吧 不行 学不可以跟爹爹说 听到了没 洛冉怕右倾私自做主 又严肃地警告一遍 右倾哽咽着点头 是 奴婢都听小姐的 而傅金安离开后 直接去了怡春院 把陆九尘从床上拽下来 陪我喝杯酒 陆九尘睡眼迷离 懒懒地伸了个懒腰 我说指挥师大人 良辰没景 你让我一个大男人陪你在这种地方喝酒 传出去我小王爷的脸还要不要了 傅金安淡淡地瞥了一眼他的小腹 你的脸要不要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再不穿上衣服 我会让长颖出手帮你 你 你无耻 长颖在门外仰天长叹 唉 我只是个锦衣卫 大人怎么什么事都让我干啊 幸亏陆九尘知道这人的性子 力索地穿好衣裳出来 这人已经自己喝了半壶了 陆九尘挑眉 怎么 遇上什么棘手的案子了 你说当年洛老东西跟老金王两人 是不是还有别的勾当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当年两人定下洛夫两家的亲事 并不是单单为了阻止你 嗯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在他看来 洛染并不得洛家老夫人多么欢喜 如果只是因为占了个掌 依照他那个便宜爹的性子 早就同意退清了 这一晚没睡好的不只是陆九尘 还有洛染 第二日一早 洛染请安后又跟老夫人打过招呼 便带着春雨和紫竹上街了 出了门 直奔京城最有名的衣裳铺子 锦绣堂 一个多月前 洛染就拿着他画的衣裳样子过来 单独见了秀娘 也不知说了什么 竟让秀娘破例为他赶制了一套衣裳 今日是约定好取衣裳的日子 哎呦呦姑娘来了 快里面请 素娘等着您呢 洛染将紫竹留在外面 带着春雨去了里面 姑娘果然是好眼光 上次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几件衣裳 果然很受欢迎 受欢迎便好 你有银子呢 也不算白帮了我一次 来 姑娘 你看看 可是你想要的样子 不合身的话 现在改也能来得及 洛染点点头 手轻轻抚摸着桌子上的衣裳 春雨 你穿上试试 是 小姐 拿着衣裳走到屏风后 开始换起来 素娘也愣了一下 这种料子很是昂贵 非一般人家能用得起 虽然她知道 眼前这个姑娘 看起来非富极贵 可就算王府里的丫鬟 也没听说过 能穿这种料子的衣裳呀 没一会儿 春雨很快出来 春雨年纪小 虽然瘦弱 但个子还算高挑 衣裙除了腰有些肥之外 其他地方倒是正好 嗯 很好 一会儿将腰衫 稍微改改就好了 嗯 这个没问题 一会儿功夫的事 姑娘坐下喝盏茶 奴家这就去改去 春雨又回去将衣裳换下 素娘拿去改了 你想问什么 别问吧 小姐 奴婢没什么想问的 您让奴婢做什么 奴婢就做什么 您让二小姐的衣裙 跟你这个有些相似 小姐放心 你只要告诉奴婢怎么做 奴婢保证完成 衣裙改完 洛染也没在外面停留 带着春雨和紫竹便回去了 只是洛染不知 她前脚刚走 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进了锦绣堂 殿小二刚要开口 一看见来人 立马转身去叫掌柜的 三月初二 冠军侯府二小姐吉吉 只可惜洛家大小姐 正月初六吉吉礼的时候 正好赶上年节 侯府并没有大半 这一次 大家可不能错过了 还有一点就是 前两日 田氏和李氏 也不知怎么说服了老夫人 说李家刚进京 人嘛还不算熟悉 不如趁着这次 给各个府里都下了帖子 也算为李原谅以后的仕途 牵牵搭桥 所以这一天 冠军侯府门前车水马龙 以往几十年 似乎都没这么热闹过 李氏笑得脸都僵了 仍游刃有余地 行走于各个夫人之间 洛如雪一身金履段衣裙 刚立出场 立刻引来一片 恭维羡慕的声音 大姐姐 金屿这些小姐 跟我关系都很好的 你若是想要认识谁 妹妹可以替你引荐 相比洛如雪 洛染今日的衣裙 着实是素雅了些 多谢妹妹好意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你就不用惦记我了 洛如雪也不是真想帮她 不过是想跟她炫耀一下罢了 客气一下后就离开了 走了一圈 洛如雪终于看见 那个熟悉的身影 对于身边的丫鬟 你在这里守着 万一有人找我 你就说我不舒服 一会儿就回来了 然后提着裙摆 跑向假山 试衡哥哥 洛如雪刚唤了一声 双唇便被堵住 不一会儿 山洞里传来一阵 粗重的呼吸声 雪儿妹妹 你不是说你 急急就把自己交给我吗 哥哥想死你了 试衡哥哥放心 雪儿也想你了 你当心 别把我的裙子弄坏了 一会儿行礼的时候 还得穿呢 好 哥哥小心些便是 你别怕 让哥哥好好疼你 与山洞一时之隔的另一边 洛然眼睛都红了 死死咬着唇 看着头顶的男人 傅金安故意压低了头 微微弯着腰 从后面看 好像将洛然 整个抱在了怀里 严严实实 若是不想被他们发现 就乖乖地别出声 昨日 洛然从锦绣堂离开后 长影便随后而至 不一会儿又出来 手里还拿着 洛然取走的衣裙样式 傅金安拿在手里看了看 嘴角露出一抹愉悦 去跟锦绣堂的人说 以后若想活命 这件衣裳的事情 让他们最好忘记 是 属下已经交代过了 所以今日傅金安 看见洛如雪身上的衣裙时 便跟了过来 谁知道还真有一场活春功呢 这个人还能不能再不要点脸呢 明明是他自己跟过来的 现在反过来威胁我 生气归生气 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被人发现 否则亲事或许可退 但今日客人太多 父亲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洛然拼命地往后靠 尽量拉开与眼前这人的距离 谁知道 他往后退一寸 男人的身体就往前挪一寸 洛然此时恨不得自己 变成一个纸片人 可还是不可避免地 与这人紧紧贴在了一起 洛然抬头 怒目地看他 夏合微微示意他身后 想让他往后一些 可一不小心 纯伴碰上了男人的喉结 傅金安身体一僵 竟然真的往后分开一些 可洛然还是清晰地 感受到了男人的变化 闭着眼别过头 不敢再惹他 此时隔壁的声音 清晰地通过石头传过来 洛然实在是没想到 平日看起来那么清纯的妹妹 竟也有这样的一面 雪恨哥哥 你刚才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雪儿这个时候还分心 也可生气了 洛如雪终于不再分心 忙转头去哄 另一边 洛然轻轻松口气的同时 身体更加紧绷 实在是某处 过于明显 他想忽略都难 一开始傅金安也感到有些尴尬 他没想到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自制力 这么地经不住诱惑 只是他是什么性子呀 随心所欲惯了 更不想委屈自己 想想面前的小女人 反正都怀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加上隔壁旁若无人的话语 傅金安缓缓低下了头 朝着那处压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隔壁的声音终于安静下来 直到人走远了 洛然忽然抬起手 啪的一声 不止傅金安愣住了 洛然也有些后怕 但还是强鼓起勇气骂道 你无耻 下流 背过身去整理散开的衣襟 只是不知道是啪的还是气的 整个人都在颤抖 袋子怎么也系不上 好了 别气了 过来 我帮你 如果不想别人知道 就乖乖的 傅金安好心情地 捏起他衣襟上的袋子 仔细看着 你到底会不会啊 还有爷不会的 说着 只见他修长的手指翻飞 很快记了一个很漂亮的节 末了还后退一步欣赏一下 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节奏 诺然间衣裳已经整齐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提着裙摆跑出了假山 傅金安则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妖妇 失笑了一声 你个没用的东西 洛染一口气跑到亭子里 缓了好一阵才终于平复 小姐 您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前一世 洛染根本就没发现洛如雪与傅士恒的苟且 天真的相信二婶的话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心如兄妹 所以这一世 他早早地就定做了一套 与洛如雪今日身上相仿的衣裳 想趁机把傅士恒引到一旁 让爹爹看清这人的真面目 谁知 这两个人竟这么不要脸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在外面 哎 算了 不想这么多 没事 我就是有些累了 走吧 前都该开始了 洛染来到前厅的时候 果然看见洛如雪 又风风光光地站在人群中 洛染一进来 洛如雪立刻过来 姐姐 你去哪里啊 我到处在找你呢 快一点 我的吉吉礼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一直就在这里 你快过去吧 别耽搁了时辰 姐姐 刚才狮子哥哥 还在找你呢 洛染没说话 悄悄找了个 安静的地方站定 鼻尖忽然飘过一阵 星山的味道 洛染忍不住有些小兔 忙拿起帕子捂住唇鼻 我就这么让你恶心 求你能离我远点吗 我 春雨一手端着茶水 一手替洛染拍着后背 世子爷 难道您没看见 我家小姐不舒服吗 请您站得远一点 好不好 傅士恒简直被弃得 蹊跷生烟 碍于场合 又什么都不能做 只好甩袖离开 临走还放下狠话 洛染 我本想与你好好说话 是你不是好歹 多谢世子抬举 可惜小女子 无福销售 宴席进行到一半 洛染见洛如雪又悄悄 离席 便给紫竹使了个眼色 紫竹无声退下 后花园 洛如雪转了一圈 问身边的丫鬟 大姐姐精致 真的与世恒哥哥吵架了 嗯 是的 我必轻而听大小姐身边的春雨 跟幽青说的 你去告诉世恒哥哥身边的小丝 就说我在后花园里面等着 小丫鬟点头离开 傅士恒听到洛如雪找他 正巧在洛染那儿受的气还没消 便起身离席 只是没等到后花园 忽然看见洛如雪的身影一闪而过 刚想开口喚 又怕引来旁的人 只好抬步跟上 眼看着洛如雪的步子越来越快 傅士恒还想快步上前拦住他 不知不觉 便来到冠军侯府东院 傅士恒勾成一笑 反而不及了 放缓步子慢慢跟上去 只见一抹出褐色的衣角 掩映在青竹与楼角的后面 好像一只怕生的小兔子 傅士恒顿时兴致大发 走过去距离不足丈远的地方站定 双手微微合拢 做扑撞 笑道 小兔妹妹 你藏好了吗 士恒哥哥来了 洛如雪似乎颤了一下 一脚消失又出现 傅士恒故意跺了一下脚 哥哥来了 怪丫头 我不是刚刚疼爱过你吗 怎么这么一会儿又想了 洛如雪这回出声了 但只是细入文盈的嗡了一声 虽然只有这一个字 傅士恒却浑身难耐 也没了性子再跟他玩闹 二话不说扑了上去 一边从背后扒着 洛如雪的衣裙 嘴还不停地往其搏梗里狗 老妹妹 你是不是也觉得刚刚不过瘾 所以又找了这么清静的地儿 这个地方甚好 雪儿 你别忍着 这里没人听见 想叫就叫 你越叫哥哥越喜欢 一声巨响 吓得傅士恒手一紧 刚要开口骂 就见怀里的人突然一个大力把自己推开 跌跌撞撞跑到门口 膝盖脆地发出一声闷响 侯爷 请您为奴婢做主啊 奴婢 奴婢不想活了 说着 春雨就朝旁边的柱子撞去 幸好靖国公正出来 被春雨结结实实撞了一下 向后裂窃两步 才堪堪站稳 春雨转头 又朝另一边撞去 骆得运虎着脸 一伸手 就将春雨拦了下来 扔在地上 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你给本侯好好说 敢敢有一个字说谎 本侯剁了你喂狗 春雨哆嗦着身体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道 国公爷 侯爷 你们要给奴婢做主啊 见国公被撞得刚缓过劲 听到这句话 又失望地看向傅世衡 父亲 傅世衡忍不住惊讶的 看见骆得运的时候 他已经够害怕的了 再看见父亲 骆叔父 父亲 你们听我解释 春雨抬头看了一眼烛楼 见里面再无别人 赶忙抢过话 悲怆道 侯爷 刚刚大小姐担心您喝多了 便让奴婢过来看看 可是奴婢也不知道 世子爷为什么一直跟着奴婢 奴婢害怕 就使劲跑 可世子爷还穷追不舍 刚刚 刚刚 刚刚世子爷抓着奴婢就不放 一边喊奴婢雪儿 还一边脱奴婢的衣裳 侯爷 奴婢没法抢过了 今天为奴婢做主 侯爷 侯爷 他说谎 分明是他勾引我 对 他沉着我酒醉 故意将我引到此处 企图勾引我 傅世衡似乎终于找到理由 指着春雨道 还想上前去抓春雨的衣领 混账 洛德运上前一脚将其踢开 洛兄 建国公傅义上前 好了 你气也出了 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 好好说 刚才那畜生说什么 难道你在屋子里没听清楚 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吗 傅义老脸一红 想起儿子的那些话 他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也没敢去扶傅世衡 赶忙劝洛德运 偷着脸皮道 哎呀 都是孩子 一时闹着玩也是有的 诺德运气的眼睛瞪如同龄 指着傅世衡衣衫不整地下摆道 闹着玩有脱衣上的 行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 明天就退亲 你若不同意 我宁可不要这张脸 也要闹到皇上跟前 让他给平平理 说完 大步下了台阶 走出两步 回头朝春雨吼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看本侯怎么修理你 走出竹林 诺德运脸上的怒气 瞬间消失不见 看了一眼低头跟在身后的春雨 你家小姐的主意 春雨点点头 又赶忙摇头 抬头偷去了侯爷一眼 见他真的没生气 这才小心翼翼的 小姐只让奴婢把人撵过来 说两句话就行 可是 可是 可是你自己又自作主张 加了许多 奴婢也是怕 建国公人 人老耳聋听不清楚 到时候不认账 小姐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诺德运差点被他给逗笑了 但仍板着脸道 你是好 可你知不知道 哪怕今日没有发生什么 传出去 你的名声也毁了 奴婢不怕 只要小姐好 奴婢连命都可以不要 才不会在乎名声什么的呢 记住你今日说的话 是 诺德运走后 傅士衡终于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 傅 话没说完 被傅义一巴掌打过来 顿时脑子嗡嗡作响 傅义指着他的鼻子 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就算你不喜欢洛人 也要把人娶回来 只要人娶回来 随便你怎么玩 我都不会管你 可你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了 是不是 还有啊 你说你玩谁不好 大不了骆染过门后 一顶小轿抬回去 你却非要碰他的堂妹 好人家谁能干出 把两个女儿 嫁给一个男人的事啊 傅士衡此时也知道怕了 小声问 父亲 那现在怎么办啊 唉 能怎么办 这场轻事只能作罢 真闹到皇上那里 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 您不是说 傅义抬手制止 看了周围一圈 唉 我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儿子 你不行 换人就是了 他 只能嫁给傅家 傅士衡看着父亲阴沉的脸 终于没敢再开口 竹林后面山坡上 一座凉亭中 站着两个人 从内里看向这边 只能看见人影 却听不清说什么 但这并不妨碍 傅金安知道 这些人刚刚的说话内容 陆九尘倾笑一声 这就是你那只小野猫 亮出的爪子 虽然粗利了些 但也还算好用 起码洛家的面子保住了 亲也退了 显然 京中出了名的顽固 竟也懂唇语 传出去 肯定会惊掉 一群人的下巴 当然 除了身边亲近的几个人 不会有人知道的 傅金安手指轻眼 看着不远处的假山 傅士恒与骆如雪形式的地方 第一次 傅金安是深重魅毒不得已 第二次是不小心撞见 他在缠束腰 即使也觉得少女的动体很美 但却没什么想法 今日却不同 身体竟然不受自己控制 这一点让他有些不悦 陆九尘却不知道这些 以为他还在想 刚刚傅义的话 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 忽然道 不对啊 刚刚傅义的老家伙 最后说一句什么 换人 换谁 你吗 为什么傅家 一定要娶骆德运的女儿 这句话 傅金安也听到了 摇摇头 没说话 会不会是傅义 看上了骆家的兵权 毕竟按照如今 靖国功夫的现状 如此下去 不出两代也就完了 你指望不上 他肯定是迫不及待的 要给傅家找一个 牢靠的靠山 或许吧 不对啊 刚刚傅义最后那句话 明明是算计你的 你怎么想 不会是真要娶那个样子吧 有何不可 说完 转身下山 陆九尘愣在原地 挤息后 忽然反应过来 快步追上去 攀着他的肩膀嚷嚷 喂 你跟我说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有何不可 你当初说什么水军战略图 是不是狂我的 你 话还没说完 就被长颖拦了下来 陆九尘朝着前面的背影 一蹦三尺高 喂 你能不能把话说全了 说半句话会憋死人的 小王爷 你何时见过大人不想说的话 别人还能问出来的 也就你们把他惯的 看他拽的那个样 本王现在就告诉你 有你们大人哭的那天 长颖不信 但也没反驳 小姐 侯爷带着春雨 往宁府院去了 嗯 春雨呢 还好吗 紫竹想了想才点头 二夫人 一个刚流头的小丫鬟 气喘吁吁跑过来 大伙小叫什么呀 一个两个都这么没规矩 二夫人 老夫人让您过去呢 李氏纳闷 自己刚从老夫人那儿回来啊 小丫鬟见他还在磨蹭 又道 夫人 您还是快点吧 侯爷 晋国公和世子爷都在呢 老夫人的人 已经去请二小姐了 李氏一听 顿时乐了 肯定是要商量 附洛两家的亲事 既然亲事 是两位去世的老爷子留下的 就算洛染要退亲 可世子夫人还得再洛家不是 这么一想 脚步欢快地往主院去 李氏欢欢喜喜地进屋 可还没看清地上跪着的人 一个茶盏就迎面飞来 被砸得顿时眼冒金星 差点晕过去 李氏捂着额头 忍不住惨叫一声 闭嘴 你还有脸叫 娘 娘 您跟祖母说说 大姐姐不愿嫁给世恒哥哥 可是雪儿愿意 雪儿愿意替大姐姐嫁过去 混账 来人 把她的嘴给我堵上 省得胡言乱语 杜某某刚要开口劝 老夫人凌厉地眼风扫过 她立马闭上了嘴 骆德文皱着眉头道 母亲 您消消气 有什么话好好说 她做出这么伤风百俗的事 你让我怎么消气 怎么想 都是你们平日里惯的 不知天高地厚 雪儿啊 祖母从小到大是如何教育你的 女儿家要自爱 自爱 不只是为了你 还是为了咱们整个侯府啊 可你倒好 竟敢在这么多人的眼皮 鼻子下行苟且之事 今日这事儿万一传出去 以后你伯父和你父亲 还如何在朝中立足 你弟弟妹妹们 以后还怎么娶妻嫁人 你想过没有啊 某某雪哭着摇头 看了一旁始终低着头的傅士横道 祖母 我与士横哥哥两情相悦 彼此真心相待 既然大姐姐不想嫁入傅家 那我为什么不能呢 李氏终于听明白一些 你 你糊涂啊 骆德文看了一眼妻女 又看看坐在一旁始终不发一言的大哥 对傅义道 国公爷 今日之事 小女士有错 可雪儿年纪小 不懂事 难道 世子爷也不懂吗 傅义不紧不慢地端起茶 吹来吹 不甚在意的 反正事情已发生 再说这些也无用 依照骆大人的意思 这事该怎么办 既然两个孩子都有错 我们各让一步 然而要退亲 那不如就让雪儿顶上吧 我们 我不同意 骆乳雪的笑容刚露到一半 便听到一直没吭声的傅士横 突然大声道 世子爷这是何意啊 难道自己做过的事 想不承认吗 傅士横不自觉地看向父亲 收到父亲警告的眼神后 闭上眼狠心道 骆二姑娘对不起 今日是我醉酒 唐突了姑娘 请你原谅 骆如雪身形一晃 似是没听清她的话 颤着声音问 世横哥哥 你在说什么 傅士横睁开眼 毫无感情地看着她 如果不是你勾引我在先 我根本就不会去假山 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你胡说 世横哥哥 你说我 你是不是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刚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你分明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了 是不是大伯威胁你 对 一定是大伯 她转头看向骆德运 西行爬过去 抓着骆德运的一百哀求 大伯 世横哥哥不喜欢大姐姐 大姐姐也不想嫁给世横哥哥 你把她让给我行吗 我求你了 晓儿求你了 你让世横哥哥娶我好不好 骆德运眉头紧锁 手背上轻轻抱起 仿佛若骆如雪 如果是个男子的话 她早就动手了 冲着骆德运怒吼 二弟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把人拉下去 丢人泄言 老爷 您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看咱们女儿 这么平白无辜地 被糟蹋了呀 李氏缓过神 也扑到骆德运跟前哭喊 骆德运有些嫌弃地别开脸 见求她不成 李氏又转头爬到老夫人跟前 母亲 母亲 雪儿可是您一手带的 您最喜欢的孙女啊 难道您就任戏 看着她这辈子都毁了吗 母亲 老夫人也犹豫 虽然她之前一直有打算 把骆如雪嫁进沈家 可现在看就算骆如雪同意 骆德运也不会同意 迟疑地开口 老大 你 骆德运一抬脚 将骆如雪踢开两步远 冷声道 你们爱嫁谁嫁谁 反正我染而不嫁 还有 休想往我染而身上泼脏水 若是被我发现 休怪我不顾念亲情 李氏一听 松了口气 芒朝 骆德文 使眼色 骆德文 清了清喉咙 既然这样 骆大人 傅一脸上 带着和煦的笑容 打断她的话 刚刚适合那话 你们可能没听清楚 那么我再重复一遍 俗话说 岂不嫌 乃祸家之源 我傅家自来门庭清正 绝不会同意乱七八糟的女人进门 欠也不行 你是什么意思啊 啊 难道我好好的女儿 被你们就这么白白糟蹋了吗 洛尔夫人此话诧异 今日之事 或许是衡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下 若不是有人故意行勾引之事 以式衡的品行 绝不会做出如此风流之事 短短几句话 就将洛如雪定义为一个 不守妇道 水性洋花的女子 而傅世衡 不过是风流公子 念花惹草 一直没坚定住而已 话说得差不多了 傅义起身 朝洛德韵抱拳道 侯爷 今日多有讨扰 改日备下薄酒 给你请罪 府上还有事 我就不打扰了 洛德韵看了他一眼 冷笑 国公爷以为 区区几句话 就能当没事人一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把冠军侯府当成什么了 我已经同意退亲了 你还想怎么样 退亲难道不是你们应该的吗 你们德行有亏在先 理应退亲 我现在说的是如雪的事情 他虽然不喜欢二帝一家 对这个肖想自己未来姐夫的侄女 如今更是厌恶 可是没办法 为了洛家生育 他不能袖手旁观 宁府院这边剑拔弩张 洛染丝毫不知 或者说 他已经猜到结果 也根本不想去掺和 而此时 洛德韵 简直要被洛德文一家 气得昏过头去 他本意是 既然傅士恒和洛如雪 已经有了夫妻之时 那傅家 必须娶了洛如雪 礼节可以从简 但必须是正妻 虽然傅义和和傅士恒 原本不同意 但在洛德韵的强势压迫下 傅义已经有些动摇了 谁知道这个时候 洛如雪忽然不同意了 指着傅士恒的鼻子 颇有骨气 好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 与我无情 那我洛如雪 也不信于你傅家 洛德文夫妇也忽然来了气 说什么事不为妾 洛德韵气了个倒养叉 一甩袖子走了 不管了 傅义父子俩 乐得没事人一样 大摇大摆地离开 留下洛德文一家傻了眼 李氏 乐乐地看向老夫人 母亲 现在该怎么办呢 老夫人也气得 恨不得 垂死这个儿子和儿媳妇 你们糊涂啊 你大波好不容易 要说服傅家娶你 你为何又反悔 洛如雪 扑到老夫人的身边 抱着她的大腿哭诉 祖母 你也听见了 她口口声声说不喜欢我 还说是我勾引于她 如果我这个时候同意加入了傅家 那全京城的人 要怎么看我呀 老夫人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你竟然还在乎别人的看法 早干什么去了 是啊 娘 他们要娶雪儿 也得八台大轿来接呀 大哥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一切从简 难不成 还让雪儿就这么进不得人 当初晋过公夫人说 然而自己认错 他们才同意退亲 大哥还气成那个样 怎么到了雪儿这里就不一样了呢 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怎么 女儿是亲的 难道侄女就不是亲人了吗 是啊 娘 傅家既然想娶雪儿 就必须先有个态度 必须当面认错 还有啊 六里一样也不能少 老夫人哆嗦着手 指指这个又指指那个 半上也没说出一句话 最后道 好 好 我也不管了 你们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 转身扶着夏合的手 回了内侍 李氏上前扶起女儿道 雪儿不怕啊 反正你也是世子的人了 他还能跑了不成 咱们哪 就等着他来给你道歉 娘 您放心 施衡哥哥是真心喜欢我的 今日肯定是碍于 靖国公和大伯父 他才不敢承认的 哎 娘相信你 我们雪儿这么好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靖国公府 长颖敲了敲书房的门 轻声道 大人 国公爷从洛家回来了 正往这边来呢 嗯 知道了 果然没一会儿 靖国公便进了院子 脸色看起来 比上次来好多了 属下见过国公爷 你主子在吗 长颖挑眉 从前靖国公 一年也来不了几次 每次来都是问 那个畜生呢 今日破天荒这么礼貌 长颖一时都不会回答了 怎么 你们主子就是这么教你们的 主子问话不知道回吗 回国公爷的话 大人在 负义停住 负着手站在院中央 道 你去通报吧 大人 国公爷来了 进吧 两膝后 里面才有动静 负义没计较 抬步入内 负义进来 直接走到书案对面坐下 冷笑一声 哼 你老子来了 不知道起身迎接吗 终于承认你是我老子了 我一直不都是个畜生 你 上次我让你给弟弟求个衣冠半职 你都不同意 难不成还不许我生气吗 负金安轻笑一声 何止是上次骂他畜生啊 这二十多年都是这么骂过来的 说吧 今日来又是什么事 是给你自己求官 还是那个废物 或者又是你哪个得你心意的孝子啊 你呀 唉 我们父子俩 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好吧 你说 唉 你今年也二十一了 皇上总说让我不要插手你的婚事 可是你都这么大了 他又从来不提给你取亲的事 这一直都是为父的心病啊 哦 他说不让就不让 到底你是我老子 还是他是我老子呀 你 你真是胆大包天 什么话都敢说 这屋子只有你我二人 难道你要去皇上面前告发我吗 嗯 父亲 父义的脸一白 他确定 自己只要跟这个臭小子多说几回话 得减受十年 父亲安见他不说话 直接下了逐客令 如果你没什么事 便回吧 我还有事 说着便要起身 你站住 我给你定了门心事 女子无论是家事样貌都不错 与你很是相配 等成了亲 你就安下心来好好过日子 等我死后 对你母亲 也算有个交代 父亲安忍不住笑了 怎么 连商量都懒得商量了 若是我不同意呢 你是不是直接把人抬进府里了 你若是不同意 或许我真的会这么做 到时候昏述一下 由不得你不同意 真是多一句话都不想再说的样子 起身离开 连出门前还回头道 你放心 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成亲那日 你露个面就行 人娶进来 你若真的不喜欢 摆着也行 总不会耽误你什么 父亲安摇头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敢违抗父命 父亲安起身走到他跟前 比父义足足高了半个头 微微弯腰道 在你眼里 我看起来就这么像个乞丐 你那废物儿子不要的玩意儿 顺手就推给我 你 你这什么意思 老子是废物 儿子也出息不到哪儿去 有本事倒是睡个有用的 睡那么个破烂东西 也不嫌脏 傅义被他阴挚的眼神吓到 伴上说不出来一句话 父亲安却没了耐心 你是自己走 还是我叫人把你抬出去 傅义指着他的手不停地抖 等你确定自己是不是 我老子的时候再来管我 否则 我不介意让傅士恒 那个废物段子绝孙 傅士恒可谓是傅义的命根子 他哪里还敢惹这个火炎瓦 连怕带怒地走了 傅金安黑着脸站在门口 半晌道 长颖 属下在 去查查洛德孕妇女 从洛冉出生查起 所有有关的人和事 一样不准落下 是 傅金安转身回了书房 看来还是他想的简单了 之前在洛家 他看清了傅义 与傅士恒说的话 他以为傅义千方百计 要娶洛德孕的女儿 是为了跟洛德孕 搭上关系 可现在看来 似乎没这么简单 如果他只是想借洛德孕的事 等洛冉进了傅家 就算不像祖宗似的供着 起码也不能代码 可他刚刚的话 明明是只要人进了傅家的门就行 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这就耐人寻味了 洛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给惦记上了 此时还在苦口婆心地说服父亲 洛德孕被女儿说得一张老脸通红 你这孩子怎么又提起这事啊 哪有女儿整日张罗给父亲续闲的呀 洛冉也不说话 就站在洛德孕面前 死死抿着小嘴 一副受了委屈 极力忍耐的样子 洛德孕并没有像从前一样 立马过去哄 而是走到书案旁 提笔在纸上刷刷写着 可还没坚持到小半盏茶的功夫 洛德孕就坚持不下去了 放下笔 无奈又宠溺地看着洛冉 你真是知道怎么拿捏你爹 洛冉也没忍住笑出来 向前晚上父亲的胳膊 哎呀 因为我知道 片底下只有爹爹最疼爱染儿啊 你知道爹爹最疼爱你 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 还让我续闲 你可知 继母最是黑心 尤其是对待前夫人留下来的孩子 爹爹 你怎么也学那些婆子们 就说胡小孩的话 你看爹爹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还娶什么妻子 等过两年你出嫁了 爹爹还娶江南 你放心 只要爹爹还有用 夫家就不会欺负你 到时候你生了孩子 爹爹也打不动仗的时候 就叫你的孩子习武 总比外面请的武师傅好不是 他用力将眼泪忍了回去 笑叶如花地看着父亲 道 爹爹 你可知 今日后院都发生了什么吗 提起那事 骆德运从始至终 都没说过一个字 他不想脏了女儿的耳朵 哪怕他知道 傅氏衡和骆如雪 坚情败露 其中少不了女儿的参与 但那又如何 如果不是他们有错在先 也不会被人发现 他哽了一下 低声道 然而 今日让你受委屈了 爹爹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因为 二妹的事生气 也不感到委屈 相反 我倒要谢谢她呢 帮我推了这门亲事 爹爹你想啊 万一我被盲在鼓里 让嫁去傅家 那后果该是如何 这也是骆德运 最感到后怕的事情 他都不敢想 他娇娇弱弱的女儿 只身一人 被圈在身宅大院 丈夫不喜 还与堂妹苟且 若换成是她 涂了傅家的心都有 骆然便将有人 故意想泼自己热水 又将二婶不分青红皂白 数落的事情说了 当然 袁淑仪就自己那一段 她故意说得更加凶险一些 把袁淑仪表现得更加临危不惧 善良可亲 骆德运没注意到什么袁淑仪 只听到女儿差点被热水烫伤 还当众被教训的事 忙抓起骆然的胳膊 紧张地问 伤到哪儿没有啊 你说说你 怎么回京之后总是受伤呢 爹爹 我没事 可是 这回没事 不代表下一次也没事 你什么意思 其实啊 我并不在乎二婶当众训斥我 她无非就是想在众人面前 显示她的地位罢了 可是啊 我在乎的是侯府的脸面 或许您还不知道吧 二婶被祖母叫去您府院之后 刘氏母女啊 显示把这里当成了他们搜刮的肥肉 您知道别人都怎么说咱们骆家吗 弟弟啊 俗话说 家不扫 何以扫天下 就算你受再多的伤 杀再多的敌人 立再大的功 后宅不稳 您又如何在朝中立足呢 我知道 您不在乎那些生来之物 你儿也不在乎 可是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乎 就任由他们胡来啊 古往今来 有多少祸事 是从后宅引起的 清则罢官免决 重则车家流放 甚至灭九族的列子也是有的 落得运心一震 他原来只知道 只要自己忠心 只要他对皇上还有用 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祸事 今日听洛冉一说后宅之事 加上洛如雪的事 忽然发现 如果冉儿有母亲在 或者后宅里有个像样的女人 这些或许都可以避免 好了 你就说让爹爹怎么做吧 你说什么 爹爹都听你的 那这可是您说的 不许反悔啊 小机灵鬼 连爹爹您也酸精 不过有一点 看人的时候 可得睁大眼睛 不行就找你外祖母 商量商量 看老人家看人准 爹爹啊 知道的 这是给您找夫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给我找的呢 骆得运无奈地摇摇头 心想 可不就是给你找的 骆然行动很快 当晚命人给王氏去了信 三月初三女儿节 爹爹 我没事 带开娘 我高兴 快到晨午的时候 父女俩终于到了山顶 与父亲一起给母亲上了香 又请大师们送了经 等出来时 早已过了午饭的时候 父女俩简单用了摘饭后 便到寺院早早准备好的禅房里休息 等到下午太阳落山前 好赶回京城 躺在坚硬简陋的禅房里 骆然双手放在小腹上 默默想着 千人耗费了这么大力气 也不知道 会不会留掉这个孩子 这么想着 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等一觉醒来 就听到院子里熟悉的声音 表哥 成为结束 沈玉芝笑着起身过来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柔声道 别急 有话慢慢说 好完了 我就猜到你跟姑丈今日回来 所以看看姑母 顺便接你们 骆然点点头 眼睛不自觉地 看向院子里大树下的石桌 石桌旁还坐着两人 一人是父亲 两一人是 骆姑娘既然不舒服 过来喝口茶吧 骆然慌忙一开视线 看向表哥 别怕 这位是指挥室大人 路上碰巧遇见 骆德运始终没说话 之前因为女儿的事情 他确实有心感谢 但又不想与其走得太近 所以一直都在找机会 把恩情给还了 毕竟他不想跟傅家牵扯太多 怎么 骆姑娘怕本官在茶里下毒 说完 端起那盏茶 一饮而尽 傅大人多虑了 只是我不可 然后转头 拉着沈玉芝的胳膊去了一棚 问他考得怎么样 问他外祖母可好等等 表兄妹二人 站在一棵百余年的菩提树下 女子身姿窈窍 侧颜美好 抬着头 目光温柔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男子玉树临风 眉目清俊 嘴角带着温柔的笑语 认真的聆听着女孩说的每一个字 还时不时地点头回应 两人看起来是那么的灯顿 不知为何 傅金安忽然觉得 眼前这一幕有些刺眼 收回视线 抬手给骆德运眼前的茶盏倒满 又端起自己的碰了碰 多谢侯爷提点 这次江南私售官员的案子才能这么顺利 人已经押送进京了 恭喜傅大人又立了义工啊 侯爷放心 本官会在皇上面前为你请功的 不必了 这本就是 侯爷不会以为 人情这么容易就还了吧 骆德运直直地看着他 对了 还没恭喜侯爷 终于与傅家推亲了 怎么 是想与沈家亲上加亲 一边说 一边又看了不远处那对人影 眸子微眯 小女年纪尚小 当初因为两家婚约迫不得已 如今还想多留她几年 至于沈家 没承认 也没否认 虽然骆德运原本真的没想这么快把女儿嫁出去 就算嫁 也没想过沈家 只是如今被一个毫无干系 不 也不能说毫无干系 而是傅家人说出这句话 怎么听 怎么不对劲 傅大人若是有事 本侯就不远送了 没事 正好还有贩售官员后续的一些问题 想跟侯爷了解一下 另一边 骆然已经说到无话可说了 可那人似乎还没有走的意思 沈玉芝看着她微微皱起的小眉头 屈指轻轻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眼睛盯着她的脸笑道 沈玉芝笑笑没说话 看向那个身影 忽然想到洛德文的腿伤 那日她特意去那条路上看过 虽然坑被填平 但一看就是人为过的痕迹 还有今日 她总感觉又哪里不对劲 洛德运对傅金安道 既然你想问江南的事情 那我们边走边说吧 好 傅金安起身 只是离开院子前 又看了一眼沈玉芝刚刚那只碰过洛染额头的手指 眼神危暗 原来从山脚下到寺中 所有教练默认都是来回的 如果没有特意安排 是没有担成的 而沈玉芝来之前就猜到洛染笑声 肯定会步行上山 所以才预定了三顶 至于傅金安那顶 自然是坐上来又坐回去的 而洛染这一路却如坐针毡 实在是那人的眼神太过肆无忌惮 哪怕当着爹爹和表哥的面 他也毫不顾忌地盯着自己的肚子看了许久 洛染无奈 只好别过头假装看不见 下了山 一个小丝忽然上前 侯爷 属下有事禀报 洛染下了教练 刚要去马车上 就听父亲对他说 然然 你先跟你表哥去那边亭子里歇一会儿 没办法 洛染只好去了亭子 本以为那人也该走了 谁知一回头 竟然也跟了进来 还坐到他身边 怎么 洛姑娘不欢迎本官 亭子又不是我家的 傅大人随意 沈玉知坐在洛染旁边 看看对面那人 又看看洛染 刚要开口 就见傅金安突然将半个身子倾向洛染 用不高不低 恰好他能听见的声音 附在洛染耳边问 树腰带了 洛染脑袋轰了一手 一着急抬手推了他一下 谁知堂堂锦衣卫指挥时 竟然那么不禁风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差点跌倒在地 沈玉知暂时没动 只是石桌下的手紧紧握成拳 死死地盯着他 碰巧洛德运这个时候回来 看着刚刚起身的傅金安 纳闷的 怎么了 傅金安笑笑 看着洛染的 没事 没坐稳而已 洛德运 无疑地看向三人 沈玉知在他看过来时 已收起脸上的怒气 又如寻常般温润如玉 抬起头 也笑着道 指挥使大人 真是太不小心了 傅金安若无其事地 拍拍身上的灰尘 既然侯爷 已经帮本官解答了疑惑 那本官就不打扰各位了 告辞 京城见 最后一句话 是看着洛染说的 傅金安走后 沈玉知一直盯着洛染看 直到洛染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脸上开始有些烦躁 洛德运也注意到 两人的不对劲 玉知 可是惹染人不高兴了 没有 爹爹 是我让表哥不高兴了 你还知道啊 天色不早了 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一会儿想办法跟故障说 你要去沈家住几日 表哥 沈玉知却已经转身上马 不再看他 一行人这才往回走 车帘一放下 洛染的肩膀一下垮了下来 小姐 表少爷他 是不是 洛染闭上眼点点头 马车到了冠军侯府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 洛德运看着还站在马车旁的沈玉知 道 玉知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呀 不了 多谢古证 今日天色已晚 玉知就不进去打扰了 等改日 玉知再来探望古证 那好 那我就不留你了 等你高中的消息出来 我定会去找你爹讨一杯酒吃 好 玉知定不会让孤丈失望 好 有志气 洛染看了一眼马车外 脸色阴沉的表哥 沈玉知没理会 透过掀开的车帘望向车内 洛染没办法再装聋作哑 只好硬着头皮道 爹爹 今日是母亲忌日 想必外祖母心里也不舒坦 女儿 想去看看大老人家 应该的 倒是为父疏忽了 那你快随玉知去吧 你祖母那里 爹爹帮你去说 嗯 好 爹爹也早些休息啊 孤丈 那我们先走了 洛染刚进沈府 就听沈玉知 冷声对身边的丫鬟道 去将表小姐的院子打扫出来 还有 祖母年纪大了 睡得早 吩咐下去 别多嘴 明早表小姐再去给祖母请安 知道了吗 是 奴被明白 洛染明明心里告诉自己 表哥不会把他怎么样 可身体还是忍不住的有些抖 沈玉知回头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现在知道害怕了 晚了 说着 迈开腿 往一边院子里去 洛染只好跟上 白鸡的动作很快 没一会儿功夫 就已经让人将院子打扫出来 沈玉知看了一圈 满意的点点头 对洛染道 你看看还需要什么 跟白鸡说 洛染哪还有心思顾这些 敷衍的看了一圈 不用了 已经很好了 沈玉知摸着正屋中 一尘不染的桌椅 缓缓道 这个院子祖母已经为你准备了十五年 每年悉情的院子里新添了什么 祖母也会命人给这里添一份 他总说 你们小姑娘喜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 表哥 对不起啊 我不该这么久不回来看外祖母的 不怪你 故障忙 没有皇上诏书不得擅自回京 我们都懂 你几个月大就离京 与洛家沈家都不亲近 我也理解 可是冉冉 你知道吗 十年前祖母一场大病差点就去了 洛冉双手捂住唇绊 哭着摇头 他不知道 没人跟他说 祖母和父亲都不让人告诉你 可是那些日子 祖母水米不进 是父亲整日整夜坐在他床头 握着他的手不停念头 娘啊 而知道你想念幸音了 想去看他 您能舍得儿子孙子孙女 可您舍得冉冉吗 冉冉从小就没娘 以后嫁人了婆家欺负他怎么办 洛冉瘫坐在椅子上 已经哭成了泪人 后来说也奇怪 父亲如此跟祖母说了几次 祖母竟奇迹般地醒来了 醒来后 吃了整整一碗粥 我到现在还记得祖母当时信誓旦旦的样子 他说 我得好好活着 活着听冉冉叫我一声外祖母 看着他嫁人 看着他生孩子 表哥 对不起 对不起 冉冉 如果你过得好 沈家可以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只远远地看着你就行 如果你过得不好 沈家永远是你的家 懂吗 诺冉哭着点头 沈玉芝摇头 声音陡然变得凄厉 你不懂 你若是真的懂 就不会跟那种人有牵扯 你知道父亲安是什么人吗 在他眼中 没有善恶 没有忠良奸命 他是皇上手中名副其实的贵子手 我知道你有苦衷 可是你有苦衷 可以跟孤丈说 跟沈家说 而不是凭着一枪孤勇 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 沈玉芝也渐渐冷静下来 抬起落染的下颌 轻柔地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 好像哄孩子一样 柔声细语 软软 跟表哥说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诺软在他的安抚下 情绪终于平缓下来 这件事 就好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身上 让他日日夜夜难眠 喘不过气来 多少个晚上 他睡觉去工房 都要小心翼翼 就怕谁不小心闯进来 发现他身上的秘密 今日终于有人发现 他却松了口气 只是犹豫了一下 便从元宵那晚的事说起 后来 就连落染自己都觉得奇怪 不能跟爹爹说的 竟然在表哥的三言两语下 就和盘托出了 当他说完 沈玉芝半蹲在他面前 低着头 半天没有动静 按照沈玉芝心中猜想 落染回京 也不过才几个月 与那人顶多 是有几次接触而已 谁知 沈玉芝的脸 已经阴沉得不像话 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诺染被眼前的表哥吓坏了 忙抓着他的手臂 语无伦次的安慰 表哥 表哥 表哥你别担心 我没事的 真的 你看我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你别生气好不好 然然 你才十五岁 是姑姑留下来的唯一骨血 她还隐隐记得 姑母怀着孕的时候 牵着她的小手 放在高高隆起的衣裙上 温柔地对她说 玉芝 姑姑给你生个小弟弟 或者是小妹妹好不好啊 如果是小弟弟 等你长大了 就让她做你的小跟班 你呀 可以趁着没人的时候 尽情地欺负她 可如果是个妹妹呢 你就不能欺负她了啊 妹妹娇气 是用来疼爱的 就跟西晴一样 你要保护好小妹妹 知不知道 表哥 你别担心 我老早就想好了 等推了傅家的亲事 再为父亲续嫌 我就找借口 去庄子上住一阵 我就不信 没有办法留掉 她 傻丫头 这么大事 你以为你能慢到什么时候 等到月份一大 别说不被人发现 就是吃药 一个弄不好 你的命就没了 这些洛然都想过 可是除了这个 她也想不到 什么好办法了 那个人太强大 府中又有 那么多双眼睛 盯着自己 她实在不敢做什么 沈玉芝一点点冷静下来 这件事谁也不能告诉 包括孤丈和祖母 只是你说去庄子上这事 还要从长记忆 第一 你就这么去庄子上 不可能几个月不见人 第二 既然那人有心阻止 整个京城都布满锦衣卫的眼线 我们想干点什么 南上江南 这 那 那怎么办 想办法 去江南 去江南 不行 为什么 我 我不敢 她没说的是 她不放心 她怕自己一走 父亲和沈家上一世的遭遇会提前 本来她的重生就有很多事情 跟上一世不一样了 她不能把他们扔下自己走 你放心 不是让你真正去江南 而是假装去江南 假装 对 但是这件事说来简单 做起来还需小心 你让我好好想想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早点睡 有什么需要就让佑青去告诉我 表哥 谢谢你 傻孩子 跟表哥不用客气 第二日 沈老夫人醒来 听说洛冉来了 迫不及待地让人去请 就连被沈伯理罚官半个月禁闭的沈西晴 都得到赦免提前放出来 冉冉 我想死你了 只是还没碰到洛冉的裙边呢 就被人拎着后衣领甩到了一边 哎呀 哥 你还是不是我哥了 你是要掐死我呀 别人不知道 洛冉却知道沈玉芝为什么这么做 默默地垂下了头 沈玉芝也发现自己反应过于激烈了 风情云淡的 我怕你眼神不好 撞到祖母 祖母年纪大了 经不起你折腾 沈老夫人一边搂着洛冉 一边招呼西晴 将俩人都抱在怀里 笑呵呵的 哎呀 雨芝啊 放心 祖母这身子骨好着呢 不但要看着你娶妻生子 那还得看着晴儿冉冉也都嫁人呢 到时候啊 就有一帮的虫孙虫外孙围着我转圈咯 想起昨晚表哥说的话 骆然的眼眶有些红 双手紧紧地抱着沈老夫人的腰低声道 好 我们都听完祖母的 那还是你先给祖母生个虫外孙好了 我还没有玩够呢 我才不想那么早就嫁人生孩子 我看你还是没被你爹罚狗 整日胡言乱语 你自己不学好就算了 别带坏了冉冉 洛然努力地露出一抹苦笑 沈玉芝看在眼里 用过早饭后便商称有事出去了 王氏则跟洛然说起了原家的事 我也不好贸然就去问 这样吧 过几日永定侯家宴请 想必啊原家也会去 我先趁机偷偷话 然后再找媒人也不迟 嗯 都听舅母的 这么决定就好 你也别担心 我觉得这事差不多 我打听过了 原家最近没有人去提亲 皇城武门外 刚刚下朝的大臣们 从东侧门鱼贯而出 沈玉芝站在不远处 温和有礼地 对经过的大臣们行礼问安 傅金安双手负在身后 刚刚皇上还在朝中夸赞 说沈公子的策乱天下无二 看来 本官要恭喜沈公子了 沈玉芝这才缓缓抬起头 原来是傅大人啊 最近与傅大人还真是有缘啊 沈公子这么一说还真是 可是跟傅大人有缘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啊 说着 微微轻声 压低了声音道 傅大人平日作恶多端 杀人无数 小声怕鬼 沈公子饱读诗书 难道没听过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这句话吗 此言差矣 有些恶鬼可不分善恶 专挑柔弱之人欺负 傅大人若是遇上这种恶鬼 该当如何 我呀 我这人比较怪 不管是人还是鬼 只要我感兴趣 非吃惊肚子才安心 那好 那我们就看看 傅大人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胃口 你们在干什么 宇知 你怎么在这里啊 洛德运与沈伯理一起出来 看见不远处两人同时出征 顾障 父亲 宇知找你们有事 碰巧遇上傅大人 随便聊聊两句 是啊 本官刚刚还说呢 沈大人可是要请喝喜酒了 沈伯理看看儿子 又看看傅金安 点了一下头 却没说什么 既然如此 本官就不打扰其位了 傅金安略抱了一下权 转身离开 沈伯理朝着他背影行礼 洛德运则狐疑地看向沈玉芝 洛德运随沈家父子来到沈府 沈玉芝叫我来到底有何事 沈玉芝想了想到 顾障 父亲 我想带冉然去江南 什么 你们不必那么惊讶 与其说我带冉然 不如说是冉然陪我 古人云 读案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今年春围较往年晚了一些 但我猜测 电视应该四月份也差不多了 到时候正好天气也暖和了 我想去江南看看 冉然说姑母还有些东西没拿回来 既然姑丈这几年 皇上都不会派您出去 我想着还是拿回京城比较好 况且 冉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但我知道 这次退亲还有洛家的事 他心里也不好过 正好趁机待他散散心 那边他还熟悉 能帮我指路 若说沈玉芝前面说的那两个理由 洛德运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 可是后面那个 就让他犹豫了 他们这才回京没几个月 女儿接二连三发生意外 又受了那么多委屈 还都是来自亲人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 有时候想起来都生气 何况他娇娇弱弱的女儿 沈伯里倒是没什么意见 他知道这个儿子自来有主见 从小到大就没让他操过心 我觉得让然然出去走走也好 反正也刚退亲 就算再定亲 也不急于这两年 是啊 我也想趁机多留然然几年 然然呢 她自己愿意吗 哈哈 然然不同意 欲知哪敢来跟你们说呀 行 那就暂时这样定下来 你们五月走 七八月也回来了 不必非要定死了 万一到时候天气热 我们就再玩几个月也行 你是不是怕电视完 皇上就让你入朝了呀 洛德运爽朗地笑道 沈玉芝摸摸鼻子 一副心思被猜中的样子 洛德运还有事 给沈老夫人请过安 又跟女儿说了几句话 便离开了 我爹爹跟舅舅 真的都同意了 这么点小事表哥还做不好 还怎么保护你 你不是答应我不去江南吗 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你怎么跟西情一样笨 怪不得人家都说一 对不起啊 表哥不是故意的 我既然没瞒着表哥 自然不在意这些 还有 表哥能不能不要表现得那么明显啊 万一舅母和外祖母发现了怎么办 好 我以后注意 那江南的事 放心吧 不会让你真的去江南 只是躲过某人的眼睛罢了 既然决定五月份去江南 洛冉便回去先准备了 毕竟李家人还在侯府住着 他可不想舅母好不容易给父亲说的这门心事 被有些人给搅和了 晚上洛德运下职 亲自来接洛冉 路上洛冉透过马车的车帘 看着马背上脸色有些不好看的父亲 想了想到 爹爹 您别听表哥胡说 我没有心情不好 洛德运笑笑没说话 他知道女儿在安慰自己 想自己一个大男人 还要女儿反过来替自己操心 老脸就有些臊得慌 心里也更加坚定 有必要续弦了 三月十八是永定侯夫人六十大寿 如今的永定侯岳正年年逾六旬 两年前还亲自挂帅平息战乱 只可惜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几年前战死沙场 只留下孤儿寡母 永定侯的嫡孙岳伯瑶 刚刚若冠之年 已经跟在洛德运身边担任守备三年 年末回京后 被皇上任命为晋军三等侍卫 有了这一层关系 洛家来人的时候 岳伯瑶亲自出来迎接 侯爷 洛德运熟忍地捏捏他的肩膀 不错 又结实了 侯爷里面请 然后又有嬷嬷上来 引着洛老夫人一行人去了内院 洛冉与洛如雪 一边一个跟在祖母身后 旁边是田氏带着李新月 李氏 刘氏等人跟在后面 再后面则是洛如蝶 与李家的两个庶女 岭露的嬷嬷见田氏脸上 又知道后面那位 是刚刚回京的冠军侯独女 都是第一次来 便时不时地介绍一下周围景物 岭露的嬷嬷笑着对洛冉道 大小姐久居江南 想必看着这些景物都眼熟呢吧 乍一看似乎是差不多 仔细看又不同 江南云林布局自由 小巧而玲珑 而侯府在婉约的基础上 还处处彰显着大气恢弘 比如这布局 整体突出对称 显示主人胸怀宽广 而细微处呢 却轻雅素的 两者结合 不但不显得突兀 反而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大小姐果然是见多识广 确实是这样 我们家老夫人啊 祖上是江南的 侯爷体恤老夫人 刻意命人不改变 整体布局的情况之下 要按照江南的样式所见 也算是 一节老夫人的相思之苦吧 侯爷与老夫人间谍情深 令人敬佩 嬷嬷见眼前的小姑娘 进退有度 落落大方 满意地点点头 不再说话 走了一会儿 终于到了 永定侯夫妇的主院 里面已经陆陆续续 来了很多人 大家相互见面 打过招呼后 洛冉带着妹妹们 上前给永定侯夫人 装饰拜寿 装饰笑着叫起 对一旁的沈老夫人道 这个 就是清阴留下的那个孩子 提起早逝的小女儿 沈老夫人眼眶又有些红 别伤心 都过去那么久了 想开点 你看看我 这不也够活着吗 老姐姐 别这么说 幸好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 咱们呀 也算是熬出头了 就是这个礼 然后拉着洛冉的手 满眼喜爱 哎哟哟 看这小模样 简直比清阴小时候还翘呢 听伯瑶说 那个慈安堂的主意 还是你先提出来的 哎呀 可真是个胸襟大度的孩子 有你外祖父的风范呢 慈安堂的事 然而只是提了个想法 后面具体都是爹爹和朝廷大臣们拟定的 事情中呢 又离不开岳大哥的废浅忘食 这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好 好 门口忽然传来丫鬟的通报 老夫人 大少爷带着指挥使大人和庆小王爷来给您喝瘦了 晚辈亲爱 晚辈九晨 给老夫人拜瘦 祝老夫人福入东海 松喝长青 哎呀 你们都是好孩子 快都起来吧 老夫人 这是晚辈费了好大力气 才找来这么一座观音像 您快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 怎么会不喜欢呢 让小王爷破费了 老夫人客气了 只要您喜欢 晚辈这心意就算没白费 轮到傅金安 他本来性子就淡 自打任了锦衣卫指挥使 更是喜怒无常 旁人根本无法分辨他内心的想法 可是今日 这位人人忌惮的指挥使大人 脸上竟然戴着 看起来有两分亲切的笑容 虽然很淡 但还是让人无法忽视 长颖捧着一只平淡无奇的 暗红色檀木盒子上前 老夫人 这是我们大人给您准备的贺礼 哎 好 好 好啊 庄氏除了高兴 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 老夫人 难道您就不好奇 宴回送的是什么东西吗 他可是连薄瑶和我都没告诉呢 宴回是傅金安的字 只是这个世界上 能这么称呼他小字的人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骆然没想到 这人还有这么温暖的小字 不自觉抬头看了一眼 却没想到与那人撞了个正着 慌乱间又低下头 傅金安手指无意识的青年 接着刚刚陆九尘的话道 没什么 不过是些寻常之物 给老夫人先下十几姐们罢了 哎 好吧 既然都好奇 那老身就看看 说话间看了一眼傅金安 傅金安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庄氏亲手打开檀木的盒子 里面的东西赫然出现在眼前 旁边看清了的人一愣 不自觉的齐刷刷看向傅金安 陆九尘上前看一眼 也愣住了 半赏才行了一礼 老夫人 晚辈堂图了 庄氏已经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是一把半截秀气斑斑的刀 还有已经残破的面目全非的头冠 这 这是老大 最喜欢的那把刀啊 永定侯这个时候也过来了 身后跟着洛德运等人 见状 各位夫人小姐忙退到屏风后面的暖阁 屋子里只剩几位年纪教长的老夫人们 隔着屏风 洛然隐约看见永定侯走到庄氏身边 拿起那把半截的刀半赏没说话 燕灰 你 你这是在哪找到的 偶然间在大碗边境发现的 那是岳相明 战死的地方 谢谢你啊 大儿子死得惨 连个全尸也没有留下 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是陪他走到最后的物件了 侯爷不必客气 多余的话再也没多说 岳正年却知道能找到这两样东西肯定是耗费了不少精力 如果那么好找 岳家当年早就找到了 而不用等了十几年了 他上前拍拍赴金安的肩膀 半少猜到 你是个好孩子 只是叹了口气 摇摇头 没再往下说 庄氏被两个儿媳扶着下去平稳情绪了 永定侯也带着男人们去了前院 只剩岳家的二夫人和两位小姐招呼大家 洛然也随着各位小姐们去了园子 一出来 大家的情绪显然好了许多 其中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府上的千金小姐忍不住埋怨 那个傅大人了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没规矩 哪里有人家过寿他送遗物的 真是晦气 另一个千金小姐忙到 小点声 让他听见你还想不想活了 没听说吗 上次啊 有个大人只是喝醉酒 背后骂了他两句 第二天舌头就被人无缘无故拔掉了 到现在都没找到凶手呢 刚刚那个小姐不以为意地哼了一声 却也没再说什么 洛然本就不是爱热闹的性子 走着走着也就落在后面 索性去了旁边的亭子 坐在亭子里 周围忽然安静下来 就连右倾都忍不住到 这些个小姐们 表面上一个个口中这规矩那规矩的 谁知道 这背后这么爱嚼舌根子 人之常情办了 不喜欢听 我们就离远些 没必要生气 奴婢 只是替月老夫人难过 那么好的一个人 竟然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要是寻常人样 早就受不住打击了 是啊 在父母眼里 孩子的一根头发 都是宝贝的 哪估得上什么吉利和晦气呢 如果是我 哪怕是亲人的一根白骨 也会失落真宝 你果然与别人不一样 一道女孩的身影 出现在亭子里 眼睛有些红 却又有些欢喜地看着她 骆染看着眼前陌生的女孩 起身行了一礼 刚要开口 就见女孩上来 亲热地握着她的手说 你就是骆妹妹吧 刚刚我去帮母亲招呼客人 回来时你已经走了 你就是丸姐姐 原来你认识我 嗯 叶大哥总是念叨你 今日终于一见 丸姐姐果然好看 可算了吧 我大哥不背后 说我坏话就不错了 还能夸我 不过他有一件事没说谎 然而妹妹果然温柔如水 怪不得大哥总说让我闻静些 我倒希望 自己像丸姐姐这样活泼明媚 诶 可别学我 整日被我母亲和我大哥嫌弃 我一早就想与妹妹认识 可打去年年底 祖母的身子就有些不好 这些年我也没出去做客 倒是现在才有机会见到你 刚刚听你那几句话就知道 我大哥说的果然没错 你与旁人不一样 不过是感同身受罢了 月婉和这才想起 眼前这个小姑娘 一出生没两个月 就没了母亲 连母亲的样子都不记得 这么一想 心中对洛冉更加怜惜 两人似乎认识了多年的好友 郁家亲近 你们俩在说什么起来叫话呢 沈西晴风风火火从外面进来 端起洛冉面前的茶 一饮而尽 西晴你刚刚去哪儿了 怎么一来就没看见你的人影 去帮某个人跑腿去了 帮我 他不记得让表姐帮忙做过什么呀 只是顺着方向望过去 恍然明白了 怪不得他刚刚在屋里只看见外祖母 却没看见旧母与表姐 原来他们真的是在帮自己呢 树影婆娑 王氏与袁淑姨站在小溪对岸 只是不知王氏对袁淑姨说了什么 袁淑姨忽然低下了头 脸红红的 半赏才缓缓点头 王氏立刻样开了笑容 见状 洛冉心里有了数 看来父亲的亲事啊 八成是成了 感激地牵起沈希晴的手道 表姐想要什么 然而自是给你寻了 我想跟你还有大哥去江南 洛冉愣了一下 如果真是去江南 他当然乐意与表姐一起 只是 一时间犹豫不决 月婉和见洛冉为难 沈希晴又不依不饶 姐妹俩显然僵住了 忍不住笑道 你们俩这是打什么哑谜呢 我怎么都没听懂啊 不用听懂 你呀 就准备好到时候吃喜酒就行了 而且还得是冉冉亲自给你下帖子 是不是 冉冉 月婉和一惊 以为两人在说洛冉的亲事 婉姐姐 别听我表姐胡说八道 不过 给婉姐姐下帖子倒是可以 过几天天暖和了 咱们去郊外踏青吧 好 那我就等着了 那我可不管啊 反正你刚才都已经答应我了 我大哥那边 你去说去 洛冉忽然感觉有些头疼 三人正在说笑 忽然一个小丫鬟跑过来 气喘吁吁的 大小姐 原来您在这里啊 夫人找您呢